2013年12月21日 赞美亚伯拉罕三位一体的名字 赞美我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赞美大天使的名字 愿我们受难的前任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受到尊敬 赞美我们圣府、烈士、母亲、父亲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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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塞俄比亚是街市和赞美三位一体荣耀的地方 埃塞俄比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遗产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的统治者 对亚当的所有后裔 第九条讯息 从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 以父、子、圣灵的名义 一个神阿们 你神的家庭怎么样 聚集在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之下的人们 勤勉的辅导 圣碑协会 而那些谁忏悔通过了解和相信牛逼他的消息 以及那些谁悔改并从这个世界上的污秽保持自己 以注册何谓注册 诚实 温柔的全能的上帝 因让我们达到这个季节而受到称赞 对亚当的所有后裔 仅向全人类宣读第九条信息 也许即使在时间的尽头 上帝也会给你一颗心 除了他 谁知道呢 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阿们 诗篇九十七说 耶和化作王 让大地欢喜 让许多岛屿为之高兴 乌云笼罩他 公义和审判是他宝座的住所 烈火在他前头 烧灭了周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照亮了世界 大地看见了 颤抖了 在耶和化面前 在全的知主面前 山丘像蜡一样融化 诸天宣布他的公义 万民都看到他的荣耀 所有服务于雕刻形象 自夸偶像的人都感到困惑 你们诸神都崇拜他 西安庭县 很高兴 耶和化阿 犹大的女儿 因你的审判而喜乐 耶和化阿 因为你是高高在大地之上的 那些爱耶和化的人 恨恶恶恶恶 他保存了圣徒的灵魂 他把他们从恶人手中解救出来 一人唯一波洒光明 心中一人唯波洒光明 你们公义的 因耶和化欢喜 并感谢他的圣洁 诗篇九十四 从一到十六说 复仇的上帝阿 报仇所属的上帝阿 彰显自己 世上的审判者 要举起自己 向骄傲的人报答 耶和化阿 恶人要胜利到几时呢 他们会说出多长时间 并说出硬话 和所有工作罪孽的夸自己呢 耶和化阿 他们把你的百姓弄成碎片 使你的传承受苦 他们杀死了寡妇和更强的兄弟 并谋杀了无辅之辈 他们却说 耶和化不会看见 雅各的一切神也不会看见 你们这在百姓中是蛮横的 愚昧人 什么时候明智呢 Plan 注耳朵的人 他不听吗 他说佛Rumet 指眼睛的 难道他不明白吗 追赶异教徒的人 不可以纠正吗 教导人知识的人 他不知道吗 耶和化知道人的思想是虚荣 耶和化阿 你所管教的人 从你的律法中教训他 是有福的 那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 得知到坑袍挖的恶人 因为耶和化不会抛弃他的子民 也不会抛弃他的产业 但是审判必回到公义上 心中一切正当的行为 都必随之而来 谁能为我起来对抗邪恶的人 还是谁会为我反对罪孽的 工人站起来 诗篇七十九说 上帝啊 异教徒进入你的产业 他们对悟了你的圣殿 在外的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你仆人的尸体被献为天上的飞禽的肉 你圣人的肉为大地上的野兽 他们的血如水在耶路撒冷四处流淌 而且没有人可以掩埋他们 我们成为邻居的耻辱 周围的人对此感到轻蔑和嘲笑 耶和华 要到几时呢 威尔特你生气下去吗 您的嫉妒可以燃烧吗 将你的怒气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异教徒 和未曾呼哨你名字的诸国中 因为他们吞噬了雅各 浪费了自己的住所 哦 切记不要反对我们以前的罪孽 让您的慈悲迅速阻止我们 因为我们被带到了很低的地位 就安得上帝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你的名荣耀 为你的名 拯救我们 清除罪孽 因此 异教徒应该说 他们的上帝在哪里 借着留下你仆人的血 使他在我们列为异国的人中间被认识 让囚犯叹息在你面前 根据你的大能 你必定要死的水猴 耶和话啊 求你向我们的邻居 七次责备他们的辱骂 因此 我们您的牧场上的羊群和羊将永远向 您表示感谢 我们将向所有世代赞美您 正如您在以上全能上帝的三个词中所听到的 所有的话都告诉我们 上帝会为他的子民带来公义 他不会容忍对他的子民的审判之声 笔记 上帝是真理 因此公义和审判是他宝座的基础 绝不 上帝的基础是公义的审判 火扑面而来 是的 全能的上帝 这是一种消耗大的火 所有反对三位一体的人都会被大火吞噬 闪电给世界增添了光彩 他们将看到下一个动作像太阳一样闪耀 谁在争辩上帝的真理 是的 很少有人会争论全能神的真理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信息之光主要是传达真相 这已经持续了15年 用以上全能神的话来说 注意每个单词的含义 他们进入了您的遗产是什么意思 您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今天 您应该毫不怀疑埃塞俄比亚正在被魔鬼的全球战士入侵 我们的领导人今天要追求谁的议程 是的 他们是魔鬼全球战役的执行者 英国情报局 美国情报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特情报局 他们为什么到前 为什么他们的间谍在早上和晚上走 实际上 您已经看到埃塞俄比亚有许多教派遭到屠杀和流放 种族主义的TIGRAN部队已经散布 骚扰和迫害埃塞俄比亚29年了 从他的子宫里出来的现任政府 这是一条改变外观的蛇 消息8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说明 政府正在加强TPLF的协调运动 以摧毁我们的教堂 他父亲的TPLF 他以多种方式摧毁了我们的教堂 修道院和曾祖父 今天的政府已经改变了新的面貌 并与英国的改革计划和美国的计划保持一致 这阿比埃埃哈迈德的政府自从掌权以来 教堂已经崩溃 它被烧死了 其所有成员都在对Empera社区发动战争和种族灭绝 Empera社区不仅在计划和战略方面 而且在公开的反犹太主义思想下都拥护这一信念 这个政权是由奥罗莫人建立的 不是所有奥罗莫人 而是奥罗莫州的东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 他基于异端和伊斯兰教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他消耗了很多人 他长期以来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即使是一个愿望 然而 他摧毁了上帝的遗产 我们已经在全能神的话语中看到了这一点 他通过烧毁教会来向我们展示 因此 我敦促所有读者理解这一判断非常困难 出于这个原因 在输入主要信息之前 我已将全能神的话语放在前门上 下降得彻底清除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证明了上帝的愤怒是多么强大和不可阻挡 引言之后 您将在约翰启示录第十六十八十九章中找到 表达这个词时 它代表愤怒的流向 它还显示其重量 我敦促您了解目标是实现约翰二十的启示中提到的全能神的话 消息的基本内容和目的 消息出来了 像以前的书信一样 它不仅是由全能神的奴隶传播的 相反 它清楚地证明这是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信息 它肯定了信息的严肃性 并以三位一体的强大意志予以实现 信息涉及很多方面 它显示了事实和判断 执行 它描述了昨天对三位一体的真诚判断 以及在此过程中已经做过和将要做的事情 它还描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清洗和行动 最艰难的它包含有力的执行决策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 严格的命令是决定性的 这是对尚未揭露的秘密的启示 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争论 将清楚地表明邪恶者和魔鬼仆人的含义 来自三位一体的神圣权威 这是全能神的奴隶和仆人的直接命令 统治和命令 这是紧急而强大的命令的信息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亚当的后裔的阅读和收听 亚当的所有后裔 无论他们住在哪里 都将由三位一体审判 所以听 老蛇的龙的假先知 各国政府 组织 宗教机构 现代政治赌徒 有钱的人 谁都崇拜魔鬼 他们是否收到了他的标志或没有 谁也出卖自己的灵魂为 为了他们的肉 将被包括在一人的审判中 无论他们是否听到 我们的任务是表达他 把坏消息传给坏人 对于有福的人 这只是表达好消息 到今天 至少有七条消息 发送给了亚当的所有后代 自2011年以来 在埃塞俄比亚日历中 主要是在电报频道上 该频道由我们的儿子布鲁克 如推出 名为约翰二十启示录 约翰福音二十的启示 在此页面上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 正在不断尝试以信息 陈述 教义 建议和命令 来接触亚当的所有后代 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和圣母玛利亚的权力支持下 他被上帝的家人 翻译成多种语言 并以提供给全人类 根据全能神的信息和决定 我们今天甚至都不应该 看到您的印记 但是 我们对您的傲慢 过去的罪行和背道 同性恋和通奸 在世界历史上的傲慢 和放纵的罪恶感 仍然感到生气 我们为我们的上帝 亚伯拉罕的三位一体 和圣母玛利亚的忍耐 而感到抱歉 我们争轮过 但是我们是人类 我们的耐心等于人类 但是 我们救主的耐心 是无法理解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仍然在这里 但是 现在您没有更多时间 利用全能的上帝和处女的耐心 它不存在 此消息仅用于宣布您的成就 迄今为止 耐心已经付出了绝不能付出的代价 由于杯子已满 您将参加最后的死亡圣宴 它是适合所有亚当的后裔的阅读和聆听 因为她的生活和告别都被宣布了 她也有助于理解正义的平衡 仔细阅读 也有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选择公务员的身份的简短说明 这是根据15年后三位一体神的命令 对于将要复活的人 恭喜你 世上有罪 忠于魔鬼 邪恶世代的百姓是徒劳的 这是他们死亡和毁灭的消息 这吧 结束了 好了 这样说 就听到了声音 强烈的雷声从三位一体的宝座中出来 这是万物的创造者 出了天堂 是的 让我一次又一次告诉您 您的最终订单已经到来 听亚当的后代 听 你的大破坏有共同我在时代的结束 他已经到了毁灭你 并让你祈求死亡 全能神的话告诉我们 我从殿里听到很大的声音对七个天使说 走吧 把上帝发怒的小瓶倒在地上 第一个去了 把他的小瓶倒在地上 在那具受性印记的 人和敬拜他像的人身上 跌下了一个令人讨厌的痛苦窗 发生这种情况时 被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神道教 佛教 印度教 高摩 唤醒命运等凡崇拜上帝和敬拜野兽的人都会遭到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教堂之外的任何人的殴打 伤口太结实 无法愈合 第二位天使把小瓶倒在海里 变成了死人的血 每个活着的灵魂都死在了海里 注意 如果这种爆发破坏了所有海洋生物 那么构成人类食物 50%的所有鱼类都将被破坏 它变成难闻的气味 整个海洋成为不良疾病的来源 第三位天使把他的小瓶倒在河水上 他们变成了鲜血 我听见重水天使说 主啊 你是公义的 是虚假的 是虚假的 因为你这样判断 因为他们流了圣徒和先知的血 你就给他们喝了血 因为他们值得 我从坛上听到另一个人说 即使如此 全能的主上帝 你的公义是你的审判 当我们了解这一含义时 如果说地球上的河流和泉水是鲜血 那就像埃及人民渴死了 如果所有人都失水了 他将持续不到一周 海不喝 因为他很闲 第四位天使把小瓶倒在太阳上 全力就赐给他 用火烧死人 人们被极大的胶灼烧焦 亵渎了上帝的名 在这些灾祸中拥有力量 他们会改不给他荣耀 因此 在所有的伤痛和对水的渴求之上 火热的火焰必降在所有邪恶的人身上 当他寻求死亡而隐藏时 同的是 他开始侮辱上帝 就像他的父亲 恶魔 第五位天使把小瓶倒在兽的座位上 他的王国充满了黑暗 他们这舌头忍受痛苦 并因自己的痛苦和疮痛 亵渎了天上的上帝 没有为自己的事而悔改 这个动作已走到前面的你 有灼热和刺痛的伤口 有烧灼感 燃烧的火 牙齿的咬牙切齿 不可阻挡的死亡 这就是你会发生的事情 第六位天使把小瓶倒在大河 又发拉底河上 水就干了 预备了东方诸王的路 我看见三种不解的灵 像青蛙丛龙的嘴 野兽的嘴 假先知的嘴中出来 因为他们是魔鬼的精神 是行之有效的奇迹 他们传到地上的国王和全世界的国王 使他们聚集在全能的上帝 那伟大日子的战斗中 看哪 我是小偷 监视自己 保持自己衣服的 人是有福的 免得他赤身行走 他们就看到自己的耻辱 然后他把他们聚集在一起 用西伯来语的世界末日命名 这就是您的等待 这将是一场将覆盖整个世界的战争 他将占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 第七位天使把他的小瓶倒在空中 宝座上有一大声音从天坛传出 说 做到了 有声音 有雷声 有闪电 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就像自从人类在地上以来 没有发生过的那样 一场如此巨大的地震 如此之大 大城被分成三部分 万国的城县了 大巴比伦在神面前怀念 将烈怒的烈酒赐给他 每个岛屿都逃跑了 没有发现山脉 人从天上降下大堡 每一块石头都压在人才的重担上 人因冰雹的灾祸亵渎了上帝 因为他的灾祸极大 我们已经看了约翰 第十六章的启示的话 正如您可能从至高者那里听到的那样 使徒约翰受到我们的上主和救主的爱戴和崇敬 他是拔摩岛上全能上帝的坚定愿景 正如我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全能的上帝总是什么都不瞒着到他心爱的他打算做仆人 结果他向心爱的使徒约翰保证了世界万物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救主耶和华证实了这个词 并伴随着大天使来实施这个词 听着亚当的所有后裔 因为杯子已满 您鄙视 拒绝并未知奋斗的亚伯拉罕三位一体已开始将您包括在内 听我说 我的人民 到目前为止您所看到的一切 这是一种咨询惩罚 也许有人在努力让您回来 不可能 你变得越来越糟 由于您的骄傲和叛交 我们未找到逃脱途径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 您用破坏力推动了他 对于莫尔西伸出的手 您甚至都付出不小的代价 您没有在得到年龄的时候就悔改 但是您相信那条旧蛇并把假仙之当做您的上帝 你因背叛而高兴 你已经践踏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耐心于你的傲慢和背叛 如果您不对动荡和饥荒 疾病和战争 种族灭绝和种族灭绝 种族和宗教战争 自然灾害 地震以及造物主的聚集感到震惊 那么如果您轻视所有的俯权制 惩罚并说您不知道你的神性 你是什么的敌人 如果您崇拜魔鬼会怎样 期待什么 您花了很多时间 但您却用他来崇拜魔鬼 您以最坏的背道带来了全能上帝不可挽回的愤怒 这是您从全能上帝宝座实现的声音 结束了 七个天使冲到地上 将愤怒的杯子倒了出来 那你可以藏在哪里 我们为您而呐喊 以使您不会从炉字上摔下来而种族灭绝 不可能 我 自父 三位一体可信赖的仆人 在十五年的时间里 我已经完全告诉了你一切 我不想再次与您联系 但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强烈命令 关于我父亲对父亲的诫命的爱 为了我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我会告诉你你的不幸消息 听着 因为他完成了 听 您只有时间听和说再见 您没有时间了 结束了 谁是野兽的崇拜者 您需要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绝大多数基督徒发现很难理解启示录的预言 这是因为我们不要求全能的上帝在圣灵的指导下阅读异象的含义 许多所谓的现代学者都被他们恶魔般的眼镜所吸引 并将其解释为一个邪恶的主意 在我们国家为了大胆地拨下怀疑的种子 他们写了一本书 书在人们的脑海中沉重 他们做到了 它旨在于2004年埃塞俄比亚日历 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 五号消息中所说的相矛盾 因为我确切地知道这些作家是什么 由于遵循了他们的判断 我们将看到结果 让我们回到重点 谁是野兽的崇拜者 哪些人获得印记 我们在第一行描述的是一端邪说 接下来 他们的母亲 天主教徒 在此之后 伊斯兰教是主要宗教 亚洲 中国 泰国 韩国 越南 柬埔寨 蒙古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 例如神道教 佛教 印度 印度教 西克教 约占世界人口的90% 除了这些 有些人被各种神灵崇拜 有些人是无神论者 谁不认出寿的印记并且不崇拜寿的印记 是的 很清楚 真正的东正焦特瓦赫多信徒 那些在真理和精神上崇拜 三位一体的人 在四十天里受了喜 并获得了三位一体的荣耀 那些不信仰一交的人 那些保持信仰的人 在全能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面前 圣洁行走的人 这是唯一不敬拜野兽 并且没有留下印记的人 这是事实 那么 谁将被拯救呢 谁会在复活中幸存 我再说一遍 他将超越不敬拜野兽 不留下他的印记并敬拜他的人 让我们知道 对财富 知识和力量的崇拜 并不是他对野兽的崇拜形式 注意 今天 目前 野兽的主要代表是谁 让我们在他们的国家提及他们 英国 美国 中国 法国 德国 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伊朗 韩国 韩国 澳大利亚 巴西 印度 西班牙 加拿大 南非 日本 意大利等 这些以及其他较小的国家 他们充当命令执行者和协助者的魔鬼 巴比伦美国是野兽的缩影 他建立在穷人的眼泪和鲜血之上 众所周知 英国殖民了世界的一半 在进行这种扩张的同时 他们屠杀了其居民 手中拥有数百万只无辜者的鲜血 英国 法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和德国的工程师是地球上流血事件的主要工程师 在亚洲 俄罗斯和韩国 日本 韩国和其他国家在执行野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 他们已经更新了他们的崇拜并且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没有政府或人民不敬拜野兽并且不留下他的印记 从我们国家的统治者开始 无论大小国家 所有统治者及其通奸者都敬拜野兽并留下印记 除了异教徒和天主教徒之外 还有其他崇拜兽并带有印记的天主教徒 伊斯兰教这种信念是完全取自古老的蛇魔鬼书黑暗之书的神话错误信念 这种信念摧毁了所有人超过一千四百年 并把他们带离了生活方式 正是这种信仰使真正的先知和一人流血特瓦赫多东正教信仰 这种信念与现实无关 它充满了神话和预言 它起源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沙特阿拉伯 如今 在首都麦家有超过十亿的穆斯林向魔鬼的王国致敬 他们低头 结果 他们崇拜野兽并获得了印记 穆斯林之间有一种说法或预言 尤其是穆斯林居住的麦家周围 内容如下 将来在埃塞俄比亚会有一位秃头国王 这个人将摧毁伊斯兰教及其首都麦家 只有少数人能够生存 他们认为其余的都将丢失 这一说法是年长的穆斯林所熟知的 年轻的伊斯兰教对此并不十分重视 但这是真的 在每个时代 也许会有一些上帝爱的温柔人 对于一个温柔的伊斯兰人 上帝可能会向他启示 但是由于伊斯兰留下了如此多的鲜血 他们肯定会灭亡 他们将被席卷而去 将在埃塞俄比亚统治的国王仕途 沃德罗斯皇帝 明白他 DTIME事项上 他已经到了他们的门 他将摧毁他们 信赖和心爱的全能的上帝 用充满力量的全能的神 没有世俗权利能承受他 三位一体的忠实仆人 对于这个事实 他已经在埃塞俄比亚世界信息之光中 揭示了15年 这个世界及其居民永远不会接受 对于这一代人来说 接受真理就像赫鲁慧一样 不要接受您将在垂死之际收到他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信息 已经传播给亚当的所有子孙 已有15年之久 对于已经不了解信息的那一代人该怎么办 伊斯兰教是魔鬼的工具之一 以傲慢 被判和破坏而闻名 当他们被告知时 他们不会听 他们充满仇恨和蔑视 他们不把非伊斯兰教徒视为人类 他们得到了最大的悔改的机会 但是他们没有使用它 因此 根据此信息 他们将收到的杯子注定像异端一样 让这个坏消息传给你 没有更多的机会了 您将以自己的骄傲埋葬它 世界上没有没有伊斯兰的任何部分 全世界都有 他们人数超过十亿五千万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七个天使的所有灾祸 也都是针对穆斯林的 因为他们崇拜并接受了前蛇 龙和假先知的印记 中国的信仰和类似的信仰道教 儒教 佛教 神道教完全否认三位一体 他们崇拜偶像 哲学和巨龙 这些信念最清楚地表明 那些崇拜旧蛇 龙 假先知并持有印记的人 他们还通过命名来庆祝自己的一年 狗年 鼠年 龙年 猴年和龙年 这种信仰已经超越了中国 并进入了越南 泰国 尼泊尔 柬埔寨 韩国和日本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流血了很长时间 以建立自己的无辜者 因此 他们被包括在全能神的公义中 他们将被销毁并消灭 他们的人口为18亿 印度 印度 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 占印度人口的80% 14%是伊斯兰教徒 幸存者 他拥有西克教和许多其他零散的 一教宗教 这个国家有许多东正教徒 今天 他们几乎不存在 魔鬼之子的这些信念 摧毁了特瓦赫多 印度流了很多无辜的鲜血 它是一个拥有30亿人口的国家 他们公开鞠躬像野兽鞠躬 并仍然以这种方式战立 他们将全部扫荡并被摧毁 我们在上面列出的信念类型以数字列出 一端 新教徒 天主教和其他基督教信仰 2.20亿 神道教 佛教 道教 儒教 总共约20亿 印度教 西克教等 1分30亿 东正教徒 仅凭名字 近10亿 东正教徒 他们达到1亿 无神论者 不信者 传统崇拜者 估计有10亿 总共 还有东正教 TWAHEDO 外约7.50亿人 因此 东正教基金会以外的所有人 他们敬拜 敬拜 记下印记 并把野兽 救舌 古龙 假先知赚钱 在这个集合中 因为他们没有悔改 启示录第16章描述的所有灾祸都将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将在三位一体的大怒中被扫地 全世界共有205个国家 他们都是基于我们上面列出的信念 根据所揭示和确定的判断 站在预定的地方 根据三位一体的审判和命令 他们很快就会被神的愤怒消灭 约翰福音第18章的启示告诉我们什么 全能神的话说 在这些事之后 我看见另一个天使从天上降下来 拥有大能 荣耀归于大地 他大声喊着说 巴比伦大地堕落了 堕落了 成为魔鬼的住所 一切物灵的笼罩 以及每只不解可恨的鸟的笼子 因为万国都喝了他淫秽之怒的酒 地上的君王也与他兼淫 地上的商人因他丰盛的美味而变得富有 没人知道美国吗 没有人 每个人都认识他 牛奶瓶架宝宝也认识他 美国有没有做过的人 是否有任何人 谁也不会变成同性恋 由于美国 有没有美国未下令的人吗 有谁敢违抗美国吗 是否有美国不订购的国家或组织 我们已经看到并听到了他的所有叛乱 自从他下达判决以来 已有15年了 与他同等的英国人 法国人 中国人 伊朗人 土耳其人 沙特人不是上帝的敌人 他们是魔鬼最忠实的仆人吗 对 他们是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启示 全能神的话也告诉我们 在这些事之后 我听到天上很多人大声说 阿勒路亚 救赎 荣耀 荣耀 能力归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因为他的审判是正确的 因为他审判了那大妓女 这妓女毁了他的奸淫 为仆人的血付求 在他的手 他们又说 阿勒路亚 他的烟气永远扬生 四二十个长老和四只野兽倒下 敬拜坐在宝座上的上帝说 阿们 阿勒路亚 宝座上传出一声声音 说 敬拜他的仆人和敬畏他的众人 不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那是众人的声音 是许多水域的声音 是大雷的声音 说 阿勒路亚 因为主神是万能的 让我们感到高兴 喜乐 并向他致敬 因为羔羊的婚姻快到了 他的妻子也为自己做好了准备 他当然应该被安排在干净 洁白的亚麻布中 因为亚麻布是圣徒的义 耶稣对我说 且 叫羔羊婚宴的人 有福了 他对我说 这些是上帝的真实话 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启示 从一到九 我的家人 上帝的家人 是的 上帝的家人 埃塞俄比亚世界当家庭 所有人都有机会听到此消息和前七个消息 愿上帝给你一个思想 以了解上帝真理的这个伟大秘密 除非上帝启迪您的思想 否则您永远不会知道 因为没有亚当的后裔 没有被那古老的假先知 那古老的蛇所欺骗 你们中的一些人 受到上帝的爱和拣选 忍受了大灾难 您需要得到安慰 因为今天将是您的一天 你的光将会照耀 你的疲劳将要显现 你的负担将被解除 我们的救主耶稣将回报你 所以赞美上帝 你们这些邪恶的人 那些古老的蛇的信徒 假先知的忠实信徒和龙的信徒 说 你们自己有祸了 你会逃到哪里 一天不会过去 分钟不会很久 您将无法逃脱 美国 英国 法国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以色列 巴基斯坦 朝鲜 伊朗 胡拥有者 魔鬼殿堂 您已经流进了穷人的全部鲜血 就像一股水一样 并且您准备留下另一笔鲜血 您将逃脱 为前蛇留下了无辜者的血 鄙视了您的造物主 没有悔改的人 你们所有人 包括您自己的同谋政府 瘟疫将落在你身上 直到你从大地上被摧毁 巴比伦的判断已在十五年前的第一则消息中透露出来 今天会发生 这是事实 约翰启示录第十六 十八和十九章中描述的全能神的话是什么的旨意和将要执行的行动 谁被他们的肉称为以色列 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为什么叫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 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旨意和其想法实现 以及为什么 那些被肉体称为以色列的人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土地 在过去的历史中 上帝曾教导全人类 我们不应该崇拜除他之外的其他神灵 我们应该敬畏他并崇拜他 在这个国家 全能的上帝为此而种植了人民 隐藏的故事告诉我们 他们是上帝在以色列创建之前种植的人民 这些人凭着自己心中和心中所写的律法 生活和敬拜他全能的上帝 有事还统治了地球的伟大国家 如萧西巴所述 世界上有不少于一百五十个王国 他们信靠并崇拜上帝 趁他为L 从而扩大了自己的帝国 他们是世界上所有王国中最荣耀的 该埃塞俄比亚人 例如 先台皇帝Sandak Elmer 在公元前4500年是皇帝 Sandak Elmer皇帝征服了整个非洲 包括远东 亚洲和部分欧洲国家 他统治了不少于一百五十个王国 如上一条消息巴所述 第25页和第26页 在那个时候 全能的上帝揭示了很少给他们 仅有一点点的光芒 我们的祖先们都惊呆了 他们劳累并努力寻找上帝 他们没有看见上帝 上帝没有向他们透露这个秘密 但他们却很少受到启示 就爱他 他们相信并信任他 他们在恐惧和爱中信任他 他们维护正义和善政 在所有这些方面 全能的上帝爱护并尊重他们 S.E.M.D.E.K. 人类从头脑中的法律转变为成文法 当摩西被命令将以色列人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时 这是在纪念上帝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 上帝清楚地表明了他造福人类的命令 并根据人们接受和承担荣耀的能力 他选择以色列是一个伟大的荣誉 从他们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以极大的力量奇迹般地衬以色列人民为我的人民 并命令法老释放我的人民并为我服务 然而 拒绝服从的法老王对他的人民造成了可怕的灾难 将他们淹死在海中并强行解放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很固执 从一开始 只有他们的孩子能够到达应许的地方 因为他们在旅途中一直拒绝上帝 崇拜偶像并激怒了他 但是他们跌倒在沙漠中并留下来 我的人民 当您想到以色列人时 您会发现从创世纪到福音的整个旧约圣经 充满圣经都充满了以色列人民生活的坎安 在这一生中 没有上帝所爱 他们花费了最大的时间考验 大胆 否认和创造偶像 全能的上帝虽然养育了最受人爱戴和忠实的先知 但他们没有使用他们 但各国所使用的却比他们更好 我们必须理解 先知在他的祖国中不被尊敬 这句话来自这些变态的以色列人 上帝对他趁他们为我的人民感到遗憾 他在西奈山给摩西打电话 并在给他实戒时表达了对他们不服从的愤怒 尽管摩西在那里待了四十天 但当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四十天没有出现时 以色列人迅速否认了这一点 他们造偶像并崇拜他们 他们渴望埃及 就是在这时候 上帝对摩西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见过这百姓 见到这是一个脖子僵硬的百姓 因此 现在让我独自依人 使我的愤怒发怒 他们 使我可以消灭他们 我将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因为摩西很有同情心 所以他对上帝说 埃及人为什么应该说 说 是出于恶作剧 把他们带出来 杀了他们在山上 从地上吞下了 愤怒 为你的子民悔改这种罪恶 全能的上帝已被祈求 他向我们保证 以色列人民不相信全能者 他们只是为自己的肉而想 按照神的话 那时米店人是埃塞俄比亚人 在此之前 他们被爱了很多年 历史表明 几千年来 他们全心全意地爱上帝 因为他们全心全意地寻求上帝 上帝仍然爱埃塞俄比亚人民 尤其是那些信仰东正教信仰的人 因为您的父亲因您的信仰而爱他 所以他发誓并许诺今天给予你许多父亲的祝福和爱 以荣耀你的父亲 按照我的命令 我在十五年前连续七次告诉您这个真理 为什么他们被肉称为以色列 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复活 答案就近了 在怜悯的时候 在心爱的时候 当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按照他的应许来拯救人类脱离魔鬼的束缚时 来到了他的子民以色列 他们没有收到他 他们正在等待全世界 被他的军事力量推翻 一个在古仓里出生的人 不适合他们 他们把他交给死刑 他们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并杀死了他 即使他战胜了死亡 他们也不相信他 他们迫害并杀死了他的门徒 因为他们是凭肉体计算的 因此 他们被称为肉身的以色列 他们的尊严和上帝的爱宜居埃塞俄比亚 西安方舟搬到埃塞俄比亚 因为以色列的荣耀归于忠实的埃塞俄比亚人 以肉肉造的以色列仍然与巴比伦美国联合在一起 今天您在叛交中清楚地看到旧蛇 古龙和假先知的信徒 现在 这些人被称为肉身的以色列 为什么埃塞俄比亚人被称为以色列的灵魂 如上文所述 在成文法颁布之前 埃塞俄比亚人因其信仰而受到全能上帝的爱戴 上帝赐给他们地球上最光荣的王国 他们以荣耀的生活 他们信任他已有数千年了 他们满怀爱心接受福音 在没有看到福音的情况下相信他 即使在今天 在苦难的熔炉中 他们也从新约中肯定了旧约 并继续坚定地坚持上帝的统一信仰 在这怜悯的时候 700年来 古老的蛇 假先知巨龙一直在努力摧毁埃塞俄比亚 而埃塞俄比亚并未放弃其特瓦赫多宗教 他今天继续这样做 全世界都崇拜古老的蛇 龙 假先知 他得到了印记 只有特瓦赫多东正教教堂 及其信徒没有屈服于魔鬼 我的人民 700年不是7天 几个月或几年 这意味着期待人 我们的祖先很棒 今天 在哪方面是世界的 你看到的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圣母玛利亚 神圣的烈士 被歌颂和赞扬了天使 这不是IRS情况下 在另一个世界 在夜间 礼拜仪式 赞美师 圣约 假期每个月都在发生 一年终摘戒三分之二的人 敬畏上帝并悔改 向他的仆人认罪的人 在一起吃饭的人在哪里 谁让爱统治 他们被称为世界第一饥饿人口 他们仍然活着被敌人殴打和迫害 由于他的信仰受到上帝的爱 所有国家中最讨厌的人 是埃塞俄比亚的人站在旁边 与他的正统Turhebo信心 以色列的灵魂或埃塞俄比亚 他们都是他的敌人 英国 美国 法国 中国 德国 整个欧洲 亚洲 澳大利亚 伊朗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卡塔尔 埃及 加拿大 以色列 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是他的头号敌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的 这是因为Turhebo 东正教教堂加强了信仰 正是这种原住民信仰了阿姆哈拉人 今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遭到屠杀 迫害和杀害 再说一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您正在观看他 朋友和敌人都必须意识到 这是为他们的信仰付出的代价 我的人民 我们埃塞俄比亚人 所谓的灵魂的以色列 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最受人爱戴 是上帝的忠实孩子 他们敬拜东正教特瓦赫多信仰 并如是和属灵的崇拜他 知道全世界 这是事实 今天要说您 亚当的后代 整个人类 然后说我听不懂 请听我说 我的统治者欺骗了我 我的宗派摧毁了我 您已将魔鬼当作您的国王 您崇拜古老的蛇和龙 您相信假先知 您崇拜了他 继承了他的印记 并且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他 这是事实 如果说有多少人拥护上帝所 钟爱的信仰 那么到处聚集的东正教特瓦赫多人 少于五千万 您已经使七十五亿人 遍布整个地球来崇拜魔鬼 并使魔鬼成为您的金钱 这是事实 而已 现在不该责备 这是审判的时刻 你注定要为自己的罪恶得到报偿 如被盗和骄傲所流血 揭示了您的数千年的暴力行为 以色列人的灵魂或埃塞俄比亚 在你鄙视的人之一 东正教信仰 它的标志绿黄红 已经被爱和记忆 有全能的神 您已被俘虏给埃塞俄比亚 但是首先 您会被压碎 因为这是您的判断 您将在死亡之炉中被烤死 这是事实 在页面末尾 他宣布您面临的所有问题的结论 因此 你们所有人都会注意他 埃塞俄比亚人不容易被称为 灵魂中的以色列 他们牺牲了许多人 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加强了信仰 赢得了全能上帝的爱 他们是真实的 而不是像影子一样过去的以色列 他们因他的名字而疲倦 因为他们爱他并服从他 他选择了他们 爱着他们 认可了他们 并尊敬他们 他之所以爱他们 是因为他们按照他的旨意生活 孕育了他的怜悯之日 通过聆听并相信信仰的话语 继续坚持圣灵 为了成为越来越纯正的爱国英雄 我们相信自己的救世主 耶稣基督 在七百多年的巨大磨难和逼迫中 经受了所有的苦难 并生活在实践的信仰中 因此 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批准了特瓦赫多 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人 流血的特瓦赫多东正教 信徒诺亚之约绿色 黄色和红色的旗帜的象征 他选择了他们 将他们种植在第一次复活中 并为将来的复活安慰了他们 我告诉了世界 我在第一封信中向您指出 您没有听到 您没有对消息 有所耳闻 您已经比试了 今天您还是一样 十五年过去了 喝它 因为它是真的 即使它今天使你痛苦 因为全能者的话 没有白费 这是事实 我的人民 上帝的子民 正如我在上面 向您解释的那样 事实已经来临 上帝确认 他的应许的时候 已经到了 这是他几个世纪前 所应许的 在老蛇 龙 假先知 基督教 伊斯兰教 种族主义 异端 神道教 道教 儒教 印度教 西克教 拜偶像 巫术 星际术器 图游 安典 同性恋 通奸 所有自称受过教育的人 那些崇拜您的知识 您的文书工作 您的财富 您的所有举止和信任的人 都陷入了魔鬼的行列 当您听到此消息时 当您被责备时 请坚持自己的被盗 就像您悔改一样 您继续感到内核最严重的罪过 您否认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他为您的罪而死 他伸了伸手 叫你脱离了爱 相反 您崇拜古老的蛇 龙和假先知 所以 生你的气的上帝来烧你的炉子 让我想起您 当全能的上帝从一开始就赐予摩西十戒时 第一条诫命是怎么说的 除了我以外 别崇拜任何神 也不要在天空或地球上崇拜任何偶像 你不是这样说吗 你怕谁 如果您只是否认和崇拜 你终于打了他 你杀了那些在他的名字谁信任 你杀了他们 他们像堆一样流血 您像古老的蛇 龙 假先知致敬 所以你的判断来了 该法令由主在启示录描述约翰章节十六 十八 十九 已经从全能神的宝座被满足 让我告诉你结果 你将在极大的愤怒和瘟疫中被扫除 你的后代将被消灭 你会被火烧死的 您的招牌将永远找不到 这是事实 结束了 结束了 相信大灾难的上帝的子民和家庭 为您对三位一体的忠诚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你们所有人都因您的信仰而被谋杀 挨恶 监禁 杀害和迫害 我的人民 同时仍在为您的Turhido信仰苦难 与绿色 黄色和红色的旗帜站在一起的 埃塞俄比亚东正教 Turhido 向所有在世界各地坚守您的信仰和温柔的人们表示祝贺 您已经通过自己的信念和毅力征服了世界 祝贺被大火净化的英雄 您坚定而胜利地站着 相信您的父亲主耶稣基督和您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而不必担心魔鬼的黑暗时代 全能的上帝必须称为你的上帝 您不应该为难 他应该回报你 爱你更多 因为你是被火测式的黄金孩子 以色列人的灵魂或埃塞俄比亚是什么意思 被埃塞俄比亚包括在内的那些以埃塞俄比亚身份名义被视为公民的人 没有被称为灵魂的以色列 不考虑他们 所谓以色列的灵魂就是肯定东正教信仰的人 那些相信埃塞俄比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遗产的人 那些相信埃塞俄比亚是三位一体的荣耀得以彰显和受到赞扬的地方 将来 根据上帝的应许 所有接受并相信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和世界统治者的灵魂 以色列人是灵魂的霍利约的人都是埃塞俄比亚的孩子 这些都是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 正如外邦人的父亲以扫 是以肉体造的以色列一样 雅各布Jacob也是灵魂上的以色列的一种 因为他受到以撒的祝福并被他的母亲利百加Rebecca爱着 今天 如果我们埃塞俄比亚人达到我上面提到的标准 那么真正的埃塞俄比亚人就是复活的新娘 谁不符合埃塞俄比亚主义 让我们看看那些以政治的名义是埃塞俄比亚人 却被埃塞俄比亚精神拒之门外的人 他们明天会干and 被火烧掉 异教徒新教徒这些人继承了白人信仰 与特瓦赫多信仰完全抵触 没有埃塞俄比亚人的感情或爱心 他们是魔鬼的崇拜者 反埃塞俄比亚和反埃塞俄比亚国旗 以及反特瓦赫多 他们也受到外国部队的破坏 以摧毁该国 天主教徒就像异教徒 穆斯林这些人不接受埃塞俄比亚主义 并通过神话来衡量自己的信仰 他们是为伊斯兰而毁灭一切并流血的人 他们低估了卖加阿拉伯同胞的埃塞俄比亚主义 种族主义者 树木和河流崇拜者也公开憎恨埃塞俄比亚 他们讨厌我们的黄绿红旗 甚至焚毁他 他们公开表示自己不是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的所有非特瓦赫多东正教徒都是反埃塞俄比亚人 现在 对于埃塞俄比亚 谁代表他的真正荣耀 来自国家领导人的所有政治赌徒 任何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在做什么正在做什么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所作所 未知道他们 我们的政府不对埃塞俄比亚人民负责 而主要对英国和美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以及中国负责 正是政府履行了他们执政的愿望 作为一个国家 世界各地的每个国家都应服从超级大国的统治 他还是他们遗嘱的执行者 您了解了上面的下一步 这是必然的决定 正如在埃塞俄比亚反复说的那样 只有真正的埃塞俄比亚特瓦和多东正教人民会保留下来 那些讨厌埃塞俄比亚 讨厌国旗 鄙视他的国旗 并努力消灭他的人 那些在我们教会中 以及在人民中间 以及在政治体制中 处于顶峰的人 是用味来衡量这个国家的 所有为了肚子而出卖自己个性的人 被别人骑过的人 承担破坏议程的人 没有绊脚石的人 像驴子一样开车的人 为了肚子而征服自己的人的人 留下人民的鲜血 杀害 迫害和监禁的人都是反埃塞俄比亚人 他们的判断是不可撤销的 他们将与所有后裔同归于尽 亲爱的 你分散在埃塞俄比亚各地 被民的埃塞俄比亚东正焦特瓦和多信仰屠杀的上帝可怜 听我的建议 想想你的父亲 了解他们的力量 你是他们的儿子坚守自己的信念 不要妥协你的信仰 整理并武装自己 除了您信任的上帝 没有人可以帮助您 政府没有为您服务 当你被屠杀时 他甚至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政府是保护公民的政府 但是这个政府是如此残酷 以至于只在乎其权利 也不可否认 所有亚德斯亚被巴政府机构 从奥罗墨区域充满了只有一个种族的事实 为此他没有任何破坏的借口 他正在开除他们的工作 说这是我们的工作 他已经用眼洗眼睛坐了下来 而他不以为耻 他说 我致力于发展 和平与平等 但是 您看到的政府讨厌您 并且讨厌纯粹的埃塞俄比亚人 因为他不希望您 因为他的信仰是异端和伊斯兰教 被上帝憎恶 他在您自己的国家折磨您 应该在您自己的国家和您自己的国家中删除您 但这都是你的错 你站在他的脚下 快死了 除了杀死你之外 他还能为您做什么 因此 请与真正热爱您的国家的人武装起来 他们在您看来是信仰的 保护自己和您的国家 不要将武器交给任何人 时刻做好准备 闻闻您父亲的勇气 这不仅是因为您是阿姆哈拉Emperor 而且您之所以参加竞选活动 主要是因为您深爱着上帝所爱的 Torhido 东正教信仰 笔记 全世界都在与Torhido信仰做斗争 以摧毁您 原因是所有非Torhido信仰老蛇 龙和假仙芝的被盗教义 他们都崇拜魔鬼并获得他的印记 因此 他们将很快被巨大的愤怒和瘟疫席卷 乡亲们 上帝的子民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要加强团结 约翰二十启示 鹿队第一次复活有何看法 于2004年9月21日 在埃塞俄比亚日历中发送的第五条消息 他清楚地说明了前蛇 龙和他的假先知的命运 我的百姓 没有一个秘密 没有向约翰透露 因为使徒约翰最爱耶稣 而我们的主耶稣和救主耶稣基督 也比任何其他使徒都更爱他 约翰清楚地表达了他的由衷的爱 从始至终我们的主的痛苦使他身为难过 在使徒约翰的完整性永远不会改变 主通过说看你的母亲 将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 我的人民 使徒约翰是主的挚友 当他谈到自己以自己的语言所听到和理解的内容时 他解释说 他了解许多本书无法解释的奥秘 这个使徒写下了世界末日的真相 这是主在圣经结尾处向主启示给他的 启示录为约翰的启示 实际上 当您凭信心行事时 切不可像使徒约翰那样对信仰动摇 同样 您必须全心全意的爱三位一体 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削弱了其他伟大使徒的伟大河南 他们在上帝眼中都是荣耀的 是我们信仰的支柱 我的人民 今天我再告诉你 让我们看看约翰启示录第二十章说了什么 因为您正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 我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洞的钥匙和一条巨大的链子 他紧紧抓住那只老蛇 就是恶魔的龙和撒旦 把他捆绑了一千年 把他丢在无底洞里 把他关起来 给他封印 使他应当不再欺骗国家 直到应满足一千年为止 此后 他必须放松一点时光 我建了宝座 就坐在他们身上 赐给他们审判 我建了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和上帝的道 而斩首的人 他们没有敬拜野兽 他的形象既没有在他们的额头上 也没有在他们的手中得到他的印记 他们与基督一起生活和统治一千年 但是直到一千年结束 其余的死者才重新生活 这是第一次复活 参加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的 是圣洁的 第二次死后 他虽然没有能力 但他们将是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并将在他统治一千年 而当千年完了 撒旦必被松开了他的监狱 而应走出去欺骗这世在地球的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哥 叫他们聚集的战斗 人的数量就像大海的沙滩 他们就在大地上上去 围攻圣徒的营地和那座被爱的城市 火从天上降下来 吞噬了他们 欺骗他们的魔鬼被丢在火和硫磺的湖中 那里是野兽和假先知的地方 并且将永远被日夜折磨 我看见一个伟大的白色宝座 合作在上面的他 大地和天堂从他的脸上逃跑 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 我看见死者 无论大小 都站在上帝面前 书打开了 书又打开了 这就是生命的书 根据书中所写的东西 从书中所写的东西中判断出死者 大海抛弃了其中的死者 死亡和地狱把他们里面的死人救了出来 他们按他们的行为被审判为每个人 死亡和地狱被扔进了火壶 这是第二次死亡 生命书中找不到任何人 被扔进了火壶 启示录约翰 第二十章 在整体的一部分 在2004年9月21日的第五条消息中 我试图解释这个含义 约翰福音二十启示录 许多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约翰启示录 在他们的解释中 几乎所有人都说没有两次复活 这是洗礼的第一次复活 在第二 他们说 是终审判决后复活 其次 他们得出结论 基督将与他们一起统治一千年 这将不会发生 并且他将在最后的审判中 与他们一起统治 现在 以前的蛇 龙 假先知 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所有统治者 因此他们用这种智慧的镜头来解释它 因为虚假先知的工作 是将虚假作为真理传播 因此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伟大的神学院的教义 是因为虚假先知 在其所有神学教义中都歪曲了真理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地球上不会有复活 只有世界尽头才有复活 因此 埃塞俄比亚的复活已成为他们的神话 在埃塞俄比亚 世界之光的信息中揭示的上帝的真理 我们将在此第九条信息中重复如下 这就是我们通过圣灵上帝的启示 来理解千年的方式 当我们按字面意思去做时 第一个字说 我看到一个天使从天上降下来 手里拿着无底洞的钥匙和一条巨大的链子 在我们看到这个词之前 一千年是什么意思 使徒比的揭示了上帝的时机之谜 他告诉我们 上帝认为一天是一千年 而一千年被认为是一天 因此 用时间来衡量时间并不限制上帝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时候的旨意 而是对我们而言 因此 可以缩短 增加或部分完成千年 上帝说我会像贼一样来 但他没有说我会在这一天 此时 这一刻来 因此 没有争议 当神的旨意完成时 他可以缩短或延长 因为他可以描述的次数很多 所以保持信念最重要 他仅仅抓住那条古老的蛇 就是魔鬼和撒旦 绑住了他一千年 将他抛在了无底坑中 将他关起来 并在他身上加封印 我的子民 直到应满足你的沙土年为止 再也不应欺骗国家 拥有大锁链和深渊之药的天使 从天而降 他逮捕了谁来执行他的使命 他把谁扔进了深渊 他是古老的蛇龙 魔鬼和撒旦 那些不屈服并崇拜兽 龙和假先知的人 以及那些不接受印记的人 将因上帝的公义审判而获释 并得到一千年的安慰 老蛇龙和假先知将被囚禁一千年 此后 他必须放松一点时间 这表示判断的最后时刻 那么 将老蛇龙和假先知囚禁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在此之后 我看到宝座散开 看到一个人坐在上面 说愿景的话 人是耶稣 他说有一个以上的宝座 这表明三位一体的 所有三个身体都存在 并且所有这些都将按照 其意愿来完成 然后 为了我们的救主耶稣 和上帝的圣言 他判断了对死者灵魂的公义审判 是的 许多人被屠杀 为上帝的道 真理 为特瓦赫多尔 马尔南 即使是今天 我们正在目睹和听说 埃塞俄比亚东正教 尤其是阿姆哈拉人 是由计划屠杀的世界和支持同意 您今天所看到的清楚的表明 已经存在了数百年的古老的蛇 古老的龙和假的先知 都是崇拜假先知的象征的人 因此 即使他们牺牲了 他们也将在天上看到 三位一体为灵魂付出的正义审判 他们赞扬三位一体的公义审判 我看到那些没有拜寿和寿相的人 以及那些没有在额头和手上得到受印的人 他们与基督一起生活和做亡一千年 这个词是重点 让我们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 前者 他们已经过世了 今天看起来像什么 谁像兽鞠躬 全世界已经屈服于野兽了 因为那些没有屈服的人很少 没有屈服的是谁 他们是Turhedo 东正教的信徒和真正的信徒 这是简短的答案 并不是所有的东正教都满足这个要求 因为不是一个正统的人 就是仅仅通过习惯挂一个头衔 就可以成为一个正统的人 一个巫师 星际树气 一个混杂的信徒 他们不断偷窃 抢夺 说谎 犯奸淫 是傲慢 欺骗 邪恶 残酷和不敬钱的 他们是牧羊人 但他们忠于异教徒 天主教徒和穆斯林 他们的错误意图 以及政治制度和信徒的工具 并且忠于受戒 所有这些都向野兽鞠躬 敬拜野兽 并在其额头上留下印记的人士 伊斯兰教 异端 天主教 英国国教 长老会第七次安息日会 Java 新教 神道教 道教 儒教 佛教 印度教和西克教 明智的人 敬拜知识 智慧和纸张的人 崇尚财富的人 他们都崇拜野兽并留下印记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野兽孩子被消灭了 在他们的其余部分将与基督一同做王 因为他们不败兽 他们要复活 这是事实 基督将如何统治 是的 他将统治 上帝会将他的圣灵放在他所拣选的仆人身上 他的拣选仆人必将基督批在他们身上 他还把圣灵赐给了其他人民 他将成为统治者 这是秘密 他们做上帝所爱 讨厌他所恨 因为他们的领袖是他们的老师 对于上帝 圣灵住在他们里面 但是直到一千年结束 其余的死者才再次生活 从世界的创造开始 在亚当和夏娃在地球上被创造和覆盖的所有人将不会在第一次复活中复活 他们只会在世界的尽头出现 以便做出最终判决 参加第一次复活的人是有福的 是圣洁的 第二次死后 他没有任何力量 但他们将是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并将在他统治一千年 这个词很清楚 通过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的信息已经明确 复活的所有者是埃塞俄比亚 他是重申对东正焦特瓦赫多信仰的人 他是坚定反对全世界的人 基督的祭司也将是东正教 Turhido爱国者 他们将统治地球很长时间 那之后呢 一千年过去了 撒旦就必从他的监狱中解脱出来 走出去欺骗地上四分之四的 列国狗和麦狗 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战斗 的人是因为海沙 他们就在大地上上去 围攻圣徒的营地和那座被爱的城市 火从天上降下来 吞噬了他们 从一开始 和第一次复活的结束 被囚禁的恶魔将被释放的时间很短 他将围攻这座在第一次复活中 一直赞美全能的上帝的城市 以摧毁这座心爱的上帝的城市 上帝的审判将在魔鬼这一行为的根源上显现出来 火灰将下来 吞噬魔鬼和他的恶魔 把迷惑他们的恶魔抛入了野兽和假先知 所在的火壶和硫磺壶中 将永远日夜折磨他 魔鬼由于他的勇气陷入了火壶 他们将永远日夜遭受折磨 这是旧蛇 假先知 兽的结论 我看见了一个伟大的白色宝座 还有坐在上面的他 大地和天堂从他的脸上逃跑了 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地方 我看见死者 无论大小 都站在上帝面前 这意味着所有生与死的人类 都将站在至高者的面前 进行最终审判 即将下地狱的人会在那里告别 进入天国的人将得到全能神的祝福和荣耀 书就被打开了 另一本书又被打开了 这就是生命的书 死人是根据书中所写的东西被审判出来的 大海抛弃了其中的死者 死亡和地狱救出了他们里面的死人 他们就按自己的行为被审判 死亡和地狱被扔进了火壶 这是第二次死亡 生命书中找不到任何人 被扔进了火壶 我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 事实是 我已经向您解释了 对于那些说埃塞俄比亚没有复活的人 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 他们说我们只听圣经 所有异端说同样的话 今天那些自称是我们传教士的人生 称自己已经从一所一端学院毕业 他们充满了魔鬼赋予他们的骄傲 跳上舞台 鄙视我们祖先的精神斗争 他们使他们容易 那些毕生为信仰而奋斗 被殴打 迫害 饥饿 口渴 被囚禁 被鞭打和马南的人 他们使所有这些变得容易 同时 他们正在摧毁东正焦特瓦赫多边境 我们当今的这些邪恶行为 否认了正统的特瓦赫多爱国者 他们甚至不应该被他们的背道而呼唤 我们看到他们否认全能神的预言并肯定异端 我们目睹了他们否认烈士写的关于埃塞俄比亚复活的烈士的遗嘱书 在这里 我们听到他们抹去了大天使圣乌里尔在他的书中清楚阐明的一切 这些是从白人出生的 自己以前是蛇 成了龙甲先知的门徒 我们看到他们批评皆是真相的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的信息 这些是魔鬼的门徒 当他们被要求讲话时 他们像鹦鹉一样回声 然而 他们将被审判 我们的决定将在未来做出 让我们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 并进行总结正如我们试图详细解释的那样 我试图详细解释什么是 使徒约翰所描述的启示录十六 十八 十九 以及启示录第二十章 我的人民 上帝的子民 为了理解和解释上帝的道 我们必须过着以圣灵的奥秘的启示 为指导的生活和以上帝的指引为指导的信仰 大学毕业生没有异端可以按他认为 合适的方式解释上帝的话 注意 他已经对灵性忙了 因为他从知识的角度看世界 他听不懂 让我今天告诉你 今天的批评家 对于所有大胆的说并教导埃塞俄比亚没有复活的人 自从发出此消息以来 您因批评而受到惩罚 处罚 你已经交给了撒旦和他的军队 我们已经判断出恶魔统治着你的肉体 您被判死刑而没有看到埃塞俄比亚的复活 已经确定这是不可逆的 让我们看看您如何摆脱这种判断 愿魔鬼拯救您 谁在驱使您批评 坚持真理的上帝家庭 向上帝求问并得到了答案 你是赢家 您将了解 如果一个盲人比是一个可以看见的人 并要求他带领他 那将是多么可笑 因此 不要让您的心烦恼 也不要让他害怕 当他们全部分解时 您很快就会看到 您是否没有在埃塞俄比亚 世界之光实现中看到上帝的审判信息 您是否不明白上帝的审判 使其余的人处于平衡状态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 请问全能的上帝 H是最伟大的见证 问他 因为问他是你的权利 做好准备 就是这样 您所看到的是 当龙的所有雇佣君门徒 假先知 假龙不久就被痛苦和苦难摧毁 祖先的信仰和交S 过去 在我们祖先时代 信仰就是信仰 这是不可谈判的 信念是赋予生命的 敬拜是真理 精神和信任 今天不存在 他还养成了崇拜的习惯 他认为这是对的 他缺乏基础 如您所现 绝大多数现代人是现代知识的受害者 他们放弃了祖先的信仰 继承了白人信仰 这导致了我们国家极其后代的毁灭 死了 虚弱 醉酒 陶醉和通奸的人 他鄙视家人的正统信仰 他不问父亲关于信仰的问题 他真的喝一端蜂蜜的醋 因为他走了一次 当你打电话给他时 他不会回来 我们的祖先是真正的人 有人说真理是对的 谎言是错误的 他们的敬拜真是由衷的 相反 今天这一代人死于他的肉体 自私 知识 智慧 材料 进步已经覆盖了整个地球 一切都在被抽象化 科学没有创造任何东西 一切都从嘴到手 武器种类繁多 飞机 战斗机 人力运输 一次运送的物料量 汽车该工厂 现代化的建筑 通讯电话 电视 卫星 医院 现代酒店 通奸场所 同性恋者 喝酒人造食品 正因为如此 科学极其结果才成为他的上帝 今天我们谈论信仰时 他笑了 他的上帝是他所见的物质 任何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YouTube Telegram IMO WhatsApp等上看到 任何内容的人都将完全迷失 我们为我们这一代编写的书面信息 他们中很少有人读过 但是大多数年轻人和老人都没有读过 但 通过上帝的旨意 通过我们勤奋的孩子 已经尝试通过电报 Facebook等 通过语音传输他 这样 一个更好的人就能听 正如我试图从上面的第一页解释的那样 该消息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并已经达到了整个世界 如果您说您没有听说过亚当的种子 那么您将不会被听到 你忽略了它 您所听到的是异端的教导 您正在听到天主教徒 偶像崇拜者 神道教 道教 儒教 印度教 西克教等的声音 您正在听到被欺骗的通奸 跳舞 政治谎言 欺骗 背叛 世界人口接近八十亿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 遵循魔鬼的道路 广泛的没有问题 舒服的 在叛交中 崇拜偶像 这就是你离开的方式 看起来像基督徒的恶魔般的著作是 异教徒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因此 您不会听到东正焦特 瓦赫多爱国者的声音 实际上 您甚至嘲笑 当我们看到人们处于叛交状态时 我们可以说他们都是世界人民 您仍然需要了解 加上异端 天主教 伊斯兰教和远东宗教 旧蛇的著作 龙的假先知 加入被盗者 添加同性恋 占星家 将一个不认识什么的人家在肚子里 加起来我不记得的一切 您发现有多少人真正现身于上帝 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人 那些靠着上帝的恩典 在埃塞俄比亚摆脱大灾难的人 我向您保证 如果我告诉您真正被上帝所爱和爱的人数 包括以真理和圣灵 敬拜上帝的软弱者 强者和被拣选者 您会感到震惊 事实是 显然 埃塞俄比亚预计将拯救不超过一千万人 我认为这是我的胜利 如果上帝以他的怜悯宽恕了一些人 并且宽恕了他们的缺点 并且增加了他的意志 在非洲其他地区 幸存下来的人口不超过三百万 他们所有的信仰都是偶像崇拜 伊斯兰教 天主教和一端邪说 没有人能够生存 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仰 整个欧洲 尤其是英国 法国 德国 北美 加拿大 澳大利亚 中国 以及屈服于东正教教堂并逃脱的极少数人 除了那些在上帝仆人的公义审判下 被审判的人之外 所有人都将灭绝 居住在那里的埃塞俄比亚东正教儿童 埃塞俄比亚世界清家庭 有符号的人 勤奋的律师 圣碑协会会员 也在第一轮登记的人和被他们庇护的人 也是在第二轮登记的人 以及他们的庇护所 除了这些 其余的将被所有瘟疫摧毁 中东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科威特 巴林 阿曼 卡塔尔 伊拉克 伊朗 也门 黎巴嫩 以色列 约旦 叙利亚 土耳其和该地区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将被歼灭 也许可以节省一小部分 也许只有一千个 亚洲 日本 韩国 越南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 缅甸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阿塞拜疆 马其顿 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挪威 芬兰 瑞典 爱尔兰 苏格兰 格林兰 除少数人 有少数人 资的上帝怜悯外 他们都会被消灭 俄罗斯 亚美尼亚 塞尔维亚 除少数例外 由上帝怜悯 他们都会被擦掉 尤其是俄罗斯 他在消息三中知道 他将受到轻一点的惩罚 但是由于他没有使用分配给他的时间 所以他像其他人一样被称重 拉丁美洲南美的所有周围的国家 包括古巴 尼加拉瓜 巴拿马 以及所有主要的天主教徒 都将灰飞湮灭了和一些温柔和真诚的人 可以通过什么的联名保存 总的来说 即使亚当的所有后代都没有名字 他们的所有后代也无法幸免 带着所有这些灾祸和刑罚 所有败寿 龙和假先知的人都被大伙所拜访 无论你是谁 亚当的所有后代 通奸者 牧师 酋长 学者 领袖 士兵 商人 农民 牧师 警察 孩子 年轻人 老妇 男人 根据他们的判断被解雇 其余都在白袍 因为他们穿着应该为他们的正统宗教 他已经耐心等待公义判断的什么的应许 他们有不光灯的蜡烛 他的油还没有用完 受邀参加高阳的晚餐 所有额头上有标记的人都将从这些灾难中解救出来 他们将在埃塞俄比亚的世界光明王国下受到祝福和荣耀 他们将受到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的祝福 他们将统治好时光为了复活 上帝 上帝 在清晨 白天 傍晚 夜间 常唱歌 礼仪 诗歌 小时 约鸡丹 将自己心爱的孩子流动到他 上帝将把圣灵降在所有参加复活的人身上 因为基督统治了他们 所以有福有爱的人将得到完全的安慰 这将是一个他们拥有长寿的祝福 这是如今的十倍 上帝从来没有做过这一切 就像是一连串的怜悯 善良和福气 这将是祝福和称颂圣母玛利亚 赞扬圣烈士 赞美光荣的大天使 赞美所有圣徒的时候 这是约翰二十启示 路中皆是的秘密 第一次复活 千年 基督的统治将永远与牧师同住 好吧 我的人民 无论是老蛇和野兽知道这会发生 他们知道自己将被扔进大火 那些不贵在他们面前的人 复活的新娘 那些有符号的人 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的精华 被选择的人将会去哪里 这所有的一切将会得到 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和动力来完成 魔鬼很清楚这一切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今天所有看到这个真理的人都被魔鬼尊敬 魔鬼赋予他们知识 辅权 神职和知识力量 口才造就了他们 荣耀 财富 财产的地方 无处不在 这些都是要擦拭的 当我看到他们像肥牛一样高傲时 我感到惊讶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那些不认识神 不尊荣他为神的人 就是那些充满了伟大话语 依靠自己的知识 并被愚蠢的人所占据的人 他们是束缚我们教会的人 通过佩戴一个 他们被称为学者 教师和Marie Jeter 斗篷 那些说 没有人比我们伟大 充满自豪 谁为他们的为卖上帝的真理 他们像法利塞人一样 否认并杀了基督 那些说除了我们说的话 不会说这个词的人 如果我们不同意的话 那些不会说的人 否认埃塞俄比亚复活的人 他披着斗篷扑 向各个社会的裹尸布 使上帝子民的希望黯然失色 当审判在他们眼前做见证时 当上帝在照着他在埃塞俄比亚的 世界之光被告知做他的工作时 主管的父亲不断地在讲 和见证 有一个秘密的日程 和魔鬼一起过夜 那些在名为圣徒协会 或马背 基督萨努 的机构中 以及在星期日学校中 被设防的人 那些煽动异端的人 他们与否认这一点的白人 天主教义教徒有何不同 是的 他们是首先受到惩罚的人 简而言之 我们祖先的宗教信仰是什么 由于这个主题如此广泛 我们将尝试将其与最近的一些父亲进行比较 并将其与现任父亲进行比较 使徒 谁交约三位一体的神秘真相 迪斯凯利亚的十二使徒 保罗詹姆斯 曾被称为我们主的兄弟 七个执事 及七十二个门徒 说 上帝的仆人 我们是和平的儿女 我们向真正服从的人传授 这一宝贵的教训 黑曼尼阿部 或摘自我们祖先的宗教 第八页第六章 第一部分 我们的主 我们的创造者 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谁是世界上被创造之前出生的父亲 辅神是一位 儿子神与辅神没有什么不同 谁与他对 他创造了各种力量 他希望将来成为人类 他从处女的圣母 玛利亚那里得到了身体 没有雄性种子 让我们永远不要忽视肉身 拥有永生 不变和坚不可摧的灵魂 这一事实 拒绝宗教的异教徒的工作 是抗议和改变全能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被我们讨厌 我们的祖先用上述话证明 异教徒和被盗者将改变 并削弱上帝的圣言 今天 这些异端分子的孩子们 似乎越来越新近 他们公开的高举魔鬼为上帝 摧毁了整个世界 直至今天做出最终判决 我们的祖先再次说 我们相信死人和一人的复活 再一次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人类 所以我们相信他没有罪 真正的人就是上帝 就是圣言 大祭司他使人与上帝和好 他是从圣母玛利亚那里 创造身体并将其融合的人 他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而且他是唯一可以复活死者的人 主教Hiranias说 律法 先知和福音教会的基督 他还表示 从圣母玛利亚在他出生 为他遭受在十字架上 他去世后 他被埋葬 如当他生入天堂 出现在辅神的见证中 并且他永远统治时 他从死里复活 与圣府和圣灵一起创造万物 创造人 在所有工作中都在统治者面前的那一位 他是父亲的首领 他是制定法律的人 他是任命祭司的大祭司 他统治国王 他是通过先知讲话的人 他是那个成为人类的人 从俯神出生 他是行为的上帝 是从品格的上帝而生 他是永恒之王 他是保护诺亚的人 他是领导亚伯拉罕的人 他是与以撒捆绑的那个人 他是与雅各部陌生的人 他是与约瑟夫一起出售的那个人 我们的另一位主教 迪奥尼修斯 Bione Dionysius说 让我们赞美三位一体 他们为所有天使提供了知识 因为他们把天地万物都带给了生命 他们是知识之光 他们是使信徒与上帝完美结合的人 他们任命所有天使 他们是那些为应得的人提供抽象安典的人 这是我们的祖先是如何描述的三位一体的奥秘 我们已经从讲神性的书中学到了这一点 我们再次发现 在全神的演讲中 赞美全能神的信徒被称为众神 诸神都是至高者的子孙 如其所写 因此 三位一体的品格应该被称为上帝 因此 那些以神性说话的人赞扬 这三个机构 他们只服务于三位一体 宣告三位一体的深不可测 和难以描述的统一 他是所有生物中的至高者 因为他们是一种力量 因为三位一体是一个字符 所以将他们合而为一 三位一体的各个方面 虽然在身体上具有独特性 但他们在神圣的统一中生活 当他们合而为一时 便成为三个人 因此 要赞美辅 子和圣灵的启示 辅是光 圣经是有辅生的 子是从光中得到的光 从辅那里出来的圣灵 就是从光中得到的光 我们只是相信 儿子的出生是从父那里来的 圣灵的倾泻是从父那里来的 但是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考察 因为 最重要的是 他无法检查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所谓的统治者 都是由他认命的 因为他们是所有创造的源泉 因为他们都是 由他们的善良创造的 从他们的身体 他们之所以选择成为人 是因为他们的身体 与我们确实息息相关 奉附和圣灵的旨意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了人 他睡在圣母玛利亚的子宫里 他出生时 也有一个绝妙的秘密 无始无终 永生不息 高于一切生灵的人 他通过我们的性格 与我们合并 时间对他来说很重要 没有变化和混杂 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人类 他的神性没有缺陷 我们相信三位一体 上帝通过他的所作所为 使我们认识了他 我们从上帝指定的老师那里 学到了这个神秘的教训 他们叫了我们 这种教导对不信者是隐藏的 但是对于那些相信的人来说很明显 一人认识他 但是恶人不知道 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教训 我们被称为祭司 根据我们的祭司直言 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可以接受的思想 我们的另一个父亲 安提阿大主教 少道者 伊格纳修斯 Martyr Ignatius 在信中被任命为使徒圣彼得的第三任继任者 他说 创造万物的上帝 可以任命所有作品并为其冠名的人 他以三个身体坐在这一下的宝座上 外表完美 统治一切 其中三具尸体在圣母玛利亚的子宫被设下 肉与神性融合 在这里 我们谈论的是什么的儿子 与父亲和圣灵无关 绝对地 我们并不是说父亲和圣灵 是在处女的子宫中孕育的 我们说这三个身体中只有一个是儿子 他是从他生的 我们相信 父存在于子和圣灵中 子存在于父和圣灵中 圣灵存在于父和子中 三位一体三体不变 一神不变 为三位一体建立一个政府 一个意志 一个权力 一个政府 一个敬拜 一个赞美 一个荣誉 一种忠告 一种权威 一种荣誉 一种坚定 一种生活方式 以及一种对三位一体的意愿 父是父 不是子和圣灵 儿子是儿子 而不是父和圣灵 圣灵是圣灵 而不是父子 父不会转变为儿子或圣灵 儿子不会转变为父亲或圣灵 圣灵不会转变为父或子 这三个机构在贵族和荣耀方面都是完美的 他们是同一神圣 统一体中的一员 这三位一体 是他的一盏灯 到处都是世界 他照在地下的人身上 如其所写 我在天上地下都充满了 还要看看他在地狱中的统治地位 异端或新教徒与我们祖先的答案 你们说神性因性而生病而死 听我们说 并感到羞愧 但是我们相信基督 品格的上帝 是一个人 他身体上有病 但在他的神圣里却没有病 他死于肉体 而不死于神圣 如果您听到神的话为我们生病 那神为我们而死 我们说有肉的神性是 一个身体和一个角色 并且知道我们用这个名字 恰当地称呼基督 是因为他的神性 再次 从两个角色变成一个的你 从灵魂和身体中得到的你 您将被称为人类的名字 即使你的灵魂没有神圣 就不会死于他的性格 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灵魂 因为他是不朽的 如果是这样 当主耶稣基督 以一位三位一体的身份退出时 您为什么不要尊敬他呢 如果你说神性已经死了 难道你不知道 你让三位一体就死了吗 你不知道你像在他坟墓中 死去的身体一样 造了我们主的身体吗 你不知道你把他与神分开了 因为 三位一体的性格是一个 神性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是这样 那位征服死亡并俘获地狱的人在哪里 你让他看起来像个无能为力的人 您把他算作没有表现出坚定的死者 相反 我们发现了其他异教 称为陶玛格力 意思是上帝的敌人 正如他知道自己是创造者一样 是上帝从纯洁的圣母玛利亚 从他的身体和灵魂创造的化身 他们认为他没有身体和灵魂 他们说神性带走了灵魂的痛苦 真的 神性与肉体完全分开了吗 肉会永远腐烂吗 任何说灵魂没有复活的人 那该死的人 当他听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说 我的灵魂至死至极悲哀时 让他感到憨愧 我的上帝 这样说 对谁呢 这是给那些处于失败中的人的 埃列士伊格纳修斯大主教在第十三封信中说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正出生 他真的长大了 他真的吃喝玩乐 他真的被钉死了 他真的病了 死了 被埋了 从死里复活了 谁相信这是有福的 否认这一点的人 与我们所希望的幸福生活不同 那些谁划分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儿子 在一个身体变成一个角色之后 那些使两个身体成为两个角色的人 他们因叛逆的言论 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中 他们的讲话是这样说的 为了一件好事 我们不是向你扔石头 而是为了亵渎神灵 因为你是一个男人 使自己成为上帝 在上帝儿子的软弱中 那些说他有问题的人 那些使他具有两个身体和两个角色的人 他们的命运与叛交的犹太人的命运相同 但是儿子的身体与我们有关 来自统一的神性和肉体 他从两人中脱颖而出 因为他团结了 在神中 作为正文的第四部分 作为第二个字负元素 则不添加 他们三个人 他们的三位一体机构没有名字 在他们的尸体后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哪个时间不在他们之前 但他们在世界之前 但是地球上没有人认识他们 神的儿子 当他还是一个人的时候 他说 父亲 看哪 我已经向所有人公开了你的名字 这样 他们才能知道我是你的儿子 由你的君主来彰显我 这是在世界建立之前 在解释了这一点之后 世界开始认识他 上帝是上帝 在德布雷塔伯尔山作证后 这是我的爱子 向我们解释这三个是第一个 并且是平等的 他在约旦派遣圣灵 子从辅神的诞生是无法测夺 也不可能告诉别人 因为他是无法搜索的草稿 无法检查巨大的草稿 他无法调查他们 因为他的出生不像人类的出生 他的出生 这是一个谜 无法检查 因此 上帝的家人必须认真理解和理解您的特瓦赫多信仰的基础 增进您的理解 这只是一小部分证据 我已尽力帮助您了解我们的祖先如何揭示三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的奥秘 我敦促您阅读 Hemana Abu或我们祖先的宗教医书 他可以帮助您更多的了解自己的信仰基础 他描述了我们的古代辅权之如何奠定了我们特瓦赫多信仰的基础 在同辅权制的书中 在最受尊敬的 亲爱的 我们的团结和精神战士的基础 这是您在本书中会发现的一些内容 圣亚撒纳修斯 圣殿 格雷格里 阿布利迪斯 伊法莲 埃拉克利斯 阿弗罗迪蒂 约翰 迪奥多德斯 伊比芬尼乌斯 伟大的约翰 阿费维克 克洛斯 迪奥多西 萨维罗斯 基拉克斯 迪俄尼修斯 阿巴 加布里埃尔 阿巴 马卡尔斯等 由于篇幅有限而提到 您将在海马诺特修道院 或我们祖先的宗教 一书中找到所有这些 我的子民 神的家庭 当你了解这些父亲的挣扎时 今天 我们的埃塞俄比亚 东正教教会的领导人 牧羊人 对他们的绵羊做些什么 这些绵羊继承了先祖的名字 您可以了解他们在做什么 该消息是今天发布的 不建议您使用 上帝的审判和警告 他被传播了七次 到达了教会 信徒 以及亚当的所有后裔 但是由于他们的叛逆 他们无法听到 并未对他们的审判而悔改 轻蔑 相反 他们跟随了老蛇 龙 假仙之魔鬼 最后 发布此消息 以描述烈火的到来 不仅如此 还可以告诉我们上帝的耐心 已经耗尽 自创建以来地球从未见过的重叠和系列 瘟疫 地震 火山喷发 屠杀 大雪 洪水 这则消息宣布 这则消息宣布上述所有事物都已来临 他们将对这一失落的一代采取行动 东正交特瓦赫多信仰中真实和属灵的崇拜 以及有属灵的引导是什么样的 上帝的家庭和圣母 玛利亚的子孙 我们需要了解被上帝的圣灵引导和安慰的含义 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与救主 我们的父 在他发出使徒的最后命令之前 他下达了一个大命令 使他们在获得权力之前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他说 我要去我父亲那里 我要送你圣灵 棉被 他为什么这么说 是的 他的忠实孩子 他忠实的孩子 他为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将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魔鬼侵害 他通过最光明的道路引导他们 了解道 他根据他的良善给予他们所有的理解和属灵的理解 毕竟 上帝有很多说话的方法 今天许多人的问题是 不了解如何与上帝联系 并从上帝那里得到属灵的指导 这样 现代的传道人通过说我们 紧受圣言引导来回答信徒的问题 当然 他的话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之注 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寻求上帝的声音 上帝的声音 以聆听对我们生活中将引导我们的美好事物的问题的答案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保持上帝的圣言无瑕 在约伯纪33章中上帝的话中 第12 33节告诉我们看哪 在这方面你不仅是 我会回答你 上帝比人更大 你为什么反对他 因为他没有说明他的任何事情 因为上帝说过一次 是两次 但人却没有听过 在梦中 在黑夜中 当深沉的睡眠落在人身上 在床上沉睡时 然后他张开人的耳朵 遮盖他们的指示 以便他可以使人脱离他的旨意 使骄傲对人隐藏 他使自己的灵魂从坑中退缩 使生命免于被剑灭亡 他在床上也受着痛苦 而骨头也受了强烈的痛苦 使他的生命厌倦了面包 使他的灵魂变得美味 他的肉被消灭了 看不见 看不见的骨头伸出来 是的 他的灵魂靠近坟墓 他的生命靠近驱逐渐 如果有他的使者 一味翻译千分之一 来表现他的正直 那么他对他很客气 然后说 把他从坑里救出来 我找到了赎金 他的肉比孩子要新鲜 他将回到童年的岁月 他将向上帝祈祷 他将对他有利 他将高兴地看到他的脸 因为他将人类的公义归于人类 句号 他看着人 如果说了什么 我就犯了罪 并且歪曲了对的事 对我没有好处 他将把自己的灵魂从坑里救出来 他的生活将看到光明 看哪 这一切的事 就生出神时常与人 以从坑带回他的灵魂 与生活的光照耀 哦 约伯 好好听我说 保持你的安宁 我会说话 如果您无话可说 请回答 说 因为我希望为您辩护 如果没有 请听我说 保持你的安宁 我将教导你智慧 说了全能神的话 这在约伯记中可以找到 我的家人 上帝的家人 正如您从上面的上帝的道中所理解的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上帝 上帝就会向我们陶醉 他的话告诉我们 他回答 斥责和教导我们 我的人 我们今天面对的敌人是最先进 最现代的敌人 因为时间充满了邪恶 许多上帝的子民需要别人的指导 当上帝在梦中和意象中对他们说话时 他们去协商 牧师 那他觉得他是好于他的信仰 并在他的诚意 但是他是位不合时宜的牧师 他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 因为他是那个 以金钱卖掉自己的创造者 并宰杀他的羊的人 他们说 我们听不到异象或梦想 我们不相信 他们说 我们只相信圣经所写的内容 从而欺骗和误导人们 注意这一点 他们是异教徒 新教徒 天主教徒 宗教改革派 受高者 安典 信徒的杀手 这些人都藏在我们的教堂里 上帝与小偷 背叛者和黑暗工人 有什么团契 对于什么好处 他们否认了 他们把他变成碎屑 如果他们大喊大叫 如果他们说 欧 巴尔 听我们说 像阿卡布 埃克和埃扎贝尔 埃兹勞 像那些拒绝 以色列神的人一样 谁听到了他们 非常清楚 上帝不听他们的话 正如以利亚所执行的 巴黎先知一样 对于今天 在我们教会中生长的 所有巴黎传道人来说 这是杂草 很快他们将被砍倒 并扔入火中 他们说 不要听上帝说的话 只听写的内容 他们只听我们说的内容 你明天见 减少和模糊上帝购物的道 破坏一人 他们制作到崇拜的人 使他们不来的道理附近 因为您的行为 您将像巴黎的先知一样被压倒 火会吞噬你 您和您的后代将被永远摧毁 这意味着魔鬼及其生活方式将无法拯救您 驴的丈夫并没有把你从猎狗中救出来 传教士声称自己今天没有意象和梦想 并且不正确地了解上帝的道 您因您的勇气 天主教何比是圣灵而被判刑 如果您说自己没有梦想的指引 如果您极度因意象 梦想 理解 祈祷 进食而接受了答案的信徒 如果您是选择上帝说话方式的人 那么你就把自己置于上帝圣灵之上 据我了解 处于这个位置的人是否知道 是前蛇 假先知 龙的受害者 因为 他就像魔鬼大胆地宣称自己是上帝一样 他已经实现了魔鬼的意愿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当心那些不了解真相的基督徒 为自己的肚子而活的信仰商人 天主教徒 异端邪教 宗教改革 受高者 比丁十字架在主上的法利赛人毁灭的更多 谴责者将不予退还 所以要小心那些 今天 到处都是那些仍然不悔改的人 他们更多的犯下了魔鬼实际上 没有犯下的罪行 要特别小心 他们一路覆盖 因为 这一切都说明我是一名教师 并且已经毕业 所以他所要做的不只是魔鬼 尽管他们的集会解散了 他们得以进入名为圣徒协会 或Mabear Kidusan的机构的斗篷 因此 我们敦促年轻女性要特别小心 有一次摩西与上帝的子民穿越红海 在他指导和领导人民的同时 他的姐姐 玛丽反对他 说 我们也是先知 你比我们更好的是谁 上帝命令他们俩来到圣殿 来到会幕 他们走近了 耶和华在殿里说 玛丽 你像先知 但我在梦中对你说话 这是极限 但是我的仆人摩西不喜欢你 上帝作证说 我的仆人摩西 我将当面与你说话 然后 他用麻风病袭击了摩西的姐姐 为什么 因为 他不尊重她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 是因为上帝在梦中 在言语 在意象中 以多种方式说话 上帝拒绝 以色列大祭司 以利的许多罪过 并决定 免除他的荣耀 当时在圣殿里 服务的撒姆尔很小 对他一无所知 他的工作是 为祭司以利服务 当他躺在庙里时 晚上他听到一个声音在喊 塞妙尔 塞妙尔震惊了 以为他是被祭司以利召唤的 以利说 我没有给您打电话 但如果他在给您打电话 请说您的仆人会听到您的声音 上帝对撒姆尔说话并告诉他 他将对以利和他可耻的儿子采取行动 塞妙尔接过电话 告诉以利 就像声明的那样 以利的儿子们跟随西安方舟与菲利士人作战 以利听到战斗中两个孩子的死讯时 一来震惊 他从座位上摔下来 脖子扭曲 死了 正如上帝告诉撒姆尔 上帝以多种方式说话 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我的人民 当约瑟夫仍然是一个男孩 上帝告诉他 在他的梦想 他将reig 他将成为伟大的 上帝的话告诉我们 约瑟对兄弟们说话时 就被兄弟们恨了 他的兄弟们生他的气 说 你要统治我们吗 他还告诉父亲 他已经看到月亮和太阳向他鞠躬 父亲生他的气 他父亲说 你的母亲我 我们为您鞠躬吗 约瑟夫被留下了吗 不 上帝的家庭注释 以诺先知诺亚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摩西 约书亚 以赛亚 以西节 耶利米 在新约圣境中 除由大外 所有使徒都在这里 他们受到启示 梦想 上帝圣灵的引导 因此 我们说远离信徒和叛交者 埃塞俄比亚与世界相比 为什么世界讨厌埃塞俄比亚 世界为何与埃塞俄比亚做斗争 世界为什么要挑战埃塞俄比亚 他为什么要摧毁埃塞俄比亚 今天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时 他非常虚弱 受到严重伤害 被许多敌人的阴谋所分割 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 有着不同思想和思想的几代人 正在执行魔鬼的议程 对自己的国家造成破坏 他的祖先以坚强的信仰 团结和爱心生活 几千年来 他们通过团结战胜了敌人 他的诚恳和对上帝的追求 导致许多敌人与他抗衡 埃塞俄比亚之所以受到上帝的爱 是因为他真诚 绝对 真诚地寻求他的上帝 并按照他的意愿生活 在世界认识造物主之前 他试图按照我们心目中的法律走路 即使我们提到了最近的证据 摩西在拯救以色列的旅途中 当他从自己的人民那里得到挑战和背叛时 上帝对摩西说 我杀了那些背叛我的人 让你成为伟大国家的领袖 上帝呼唤的伟大国家是埃塞俄比亚 今天在福音时代 从一开始就 他接受了主 通过改编和合并旧约中的新约 站在真理与标志 雕刻许多方舟 许多烈士对特瓦赫多表示肯定 很长一段时间 他被压迫 迫害 他也被重新建造了 在我们勤奋坚定的父亲的奋斗下 他在上帝的帮助和爱的帮助下来到这里 剩下的世界 他是否长大 否认造物主 做偶像他的国王 承载着魔鬼本质的信念 认为自己是真实的 特瓦赫多和埃塞俄比亚 上帝安典的真正拥有者 他早晚暗杀埃塞俄比亚 他整夜试图摧毁埃塞俄比亚 以此为证 这一代人和整个世界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 并了解自己的世界情节 此外 埃塞俄比亚 有约 这样 许多敌人就在埃塞俄比亚发起了一场运动 因为他拥抱相信上帝之道和信仰统一的人们 令人惊讶的是 所有敌人都来自四面八方 经济不景气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中国 英国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埃及 印度 日本 加拿大 等等 许多国家是异教徒 新教徒 天主教徒和异教徒 虽然 他们是魔鬼的分支 但从本质上讲 他们是相同的信念 他们知道 埃塞俄比亚是上帝的爱国 因为他们从父亲恶魔那里学到了东西 并且从父亲那里告诉了他们同样的故事 当您来到埃塞俄比亚时 今天他们的孩子们 他们正在开展一场针对埃塞俄比亚的协调运动 今天在埃塞俄比亚各地 自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实力的政府 解决它 他们控制着埃塞俄比亚 在吉布提建立了最大军事基地的国家 提出了什么建议 显然 他们正在挑战这个圣地 我们周围的这些妖魔般的孩子们非常担心 因为魔鬼的父母很清楚他们是魔鬼的孩子 并且在魔鬼的指导下 所有这些命令都来自魔鬼 魔鬼会驱动他们 埃塞俄比亚周围哪些国家定居 美国 法国 中国 德国 日本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河南苏丹的其他国家 英国在北苏丹 俄罗斯和埃及稍远一些 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也已定居 如您所现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他们这样强大 或经济上如此强大 仅埃塞俄比亚存在 就经济和军事能力而言 埃塞俄比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其余的是受其约束的国家和政府 他们都是白人和阿拉伯赞助的国家 吉布提 苏丹 索马里和厄里特里亚是靠得到他们的支持而生活的国家 他们可能知道或可能不知道目的 但是 他们已被使用 正如我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害怕埃塞俄比亚 你为什么讨厌他 答案是相同的 因为魔鬼确切地知道亚伯拉罕三位一体 为埃塞俄比亚做的准备 以及他对埃塞俄比亚的热爱 不仅 他知道上帝的受高奴隶 可能会从埃塞俄比亚来 他们可以从地表上摧毁他们 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本能地做到了 他们还必须做什么 他们要带些什么 是否有效 他们已经排挤了他们的喷气机 导弹 轮船 坦克和枪支 那就是他们所做的 以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的名义 发出的七个信息 已分发给世界和埃塞俄比亚我们的国家 世界超级大国采取的第一步 是防止信息在人民和媒体中传播 特别是BBC新闻服务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第三条消息英语 他们的直接答案是他们无法向公众解释 他们告诉我 有董事会成员 他们告诉我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 然后他们给我发送了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 我立即寄给董事会成员 但没有答案 其次我还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给经济学人国际传媒公司的编辑 他们还宣布已经到货 但他们要求对其进行编辑 然后再将其公开发行 我说不 不会减少 不会增加 如果可以的话 将其直接删除而不进行编辑 或者保持原样 然后他们离开了 因此白人世界并不无视上帝的审判 他非常了解 领导者尤其要轻描淡写 因为他们要求领导者魔鬼告诉他们真相 并采取他们认为对他们有利的行动 因为他们已经从父亲恶魔那里了解埃塞俄比亚 他们一直在进行反对人民和Torhedo信仰的运动 他们进行了七零零年的协调运动 但是 无论如何 我们的基督徒社区将继续过正常的生活 了解并小心埃塞俄比亚是谁 不义之人可以悔改转身 逃脱世界的愤怒 当我们的父亲诺亚哭泣时 他们被要求听取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的七条信息 此外 在名为启示 陆约翰二十的社交媒体中 启动了一个电报页面 并且所有消息在此电报页面上至少传输了两年 不仅如此 亚当的所有后代都在Facebook YouTube IMO WhatsApp等上以不同的语言广泛分发 谁听到的 这是非常悲伤和美好的 人是最叛逆 自大 背叛 自大和以自己的知识为荣的人 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和世界各地看到 十一万六千名电报用户 如果我们能告诉您有多少人加入了信仰 您会感到惊讶 我们已将其保存为历史记录 这是一个注册的机会 所以注册赢了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世界各国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继续针对埃塞俄比亚的破坏运动 他们今天不累 但魔鬼将他们逼到最后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尽可能多地建立和改变埃塞俄比亚为政府的原因 为了控制埃塞俄比亚的特瓦赫多教堂以及信徒 他们正试图通过陷害各种黑暗信仰来控制他 异端的蔓延 新教徒的蔓延 伊斯兰教的蔓延 种族主义的蔓延 被交者的人数 靠嘴的人数 信徒的人数 以及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白人的多管旗下攻击 我的人 他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将崛起并领导世界团结 他们深知埃塞俄比亚的世界当政会统治 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处理他 在魔鬼知道的很清楚 上帝会做什么 他说他会做的 但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削弱埃塞俄比亚 摧毁信徒 使信徒否认埃塞俄比亚的复活 并努力成为一个民族 如果他跳出这里面对最后的战斗 他移动了所有大国 将海军喷气式导弹包围了我们 我想借此机会宣布 他们的葬礼和坟墓将在埃塞俄比亚发生 即使在埃塞俄比亚 元吉国等待您的事情也仅仅是尘土飞扬 我们的能量来自三位一体的神性 我们的能量和力量是全能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 三位一体创造了你 黑暗的力量以及整个创造 您会看到当他们的意愿完成 并且他们的公义判断得到启示时 会发生什么 您将用垃圾掩埋 如今 埃塞俄比亚人若不佳 但在精神上 他很富有 我们父亲雅各伯特里的信仰之旅 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课程中向您解释了这一点 他看见梯子从地上伸向天空 圣天使在其上上升和下降 并且看到全能的上帝坐在其上 他印象深刻 他说 这是上帝最荣耀的地方 在他移居母亲的家庭之前 他架起了一座石碑 并在上面浇了油 上帝在那里在那里 清楚地表明他将信守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当他返回时 他在叔叔家住了二十年 而上帝并没有离开他 时间到了 上帝说 回到你父亲和母亲那里去 当他按照他的话前往那里时 上帝再次在伯特利向他显现 并证实了他的话 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 他向他保证他会信守诺言 在哪里找到了向伯特利的 雅各显露的梯子 在这个时代 上帝与谁确认他的话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 那些被肉称为以色列的人和被灵魂称为 以色列的人 今天 全能的上帝重申了他 对埃塞俄比亚东正焦特瓦赫 多信仰的盟约 他爱的国家埃塞俄比亚 他把母亲和我们的圣母玛利亚 送给了埃塞俄比亚 他还确认埃塞俄比亚 是他的荣耀得以彰显 和赞美的地方 伯特利描述的梯子 现在他仍然站在埃塞俄比亚 我们的许多父亲 圣洁的父亲都在注视着圣天使升起而降下的使命 现在 事实上 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国家周围 正在集结军队 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我们的政府今天在做什么 我们中许多人都知道 这成为了前蛇的结社和结社的命令的执行 我们绝不能怀疑他是魔鬼的第一位士兵 我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 仔细阅读并理解 美国巴比伦 今天如何在埃塞俄比亚建立大使馆 您知道这是什么执法吗 你不知道 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的建设费用为 2.5亿美元 地下巨大的地下室 统治着东部和南非的土地 它有一个军事指挥所 它拥有覆盖整个非洲地区的复杂网络 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任何地方 跟踪通过任何电话 互联网或其他电子媒体交换的所有信息 它还跟踪总理亲自监视所有通信 您应该知道它在CIA办公室中 有一个完整的分支和订购站 如您所知 在埃塞俄比亚以外 超级大国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 他们在经济上战斗 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 他们被称为冷战 美国正在与其欧洲盟国进行经济斗争 他们对各种物品收取关税 对方回应 在军事建设中 他们总是努力超越对方 但是为了埃塞俄比亚的冲突 他们团结一致并站在一起 他们吵架了 他们一起在一个小国吉布提 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并在听着埃塞俄比亚的呼吸 他们不信任埃塞俄比亚这个贫穷的国家 他们担心他 有一天他会切断我们的联系 用他的精力 他们对他如此害怕和恐惧吗 的确 我们甚至没有一个邻国白冰的现代化装备 我们如何用四十多年的离合器 加农炮 坦克 俄罗斯已忘记的米23 以及俄罗斯现在正在放弃的27架喷气式飞机达到弧跨界导弹的顶峰 我的人民理解 这不是能源 武器现代化和经济繁荣的问题 这是一个信仰问题 谁拥有真正的信仰 上帝与谁站在一起 这是驱动世界的真相 他正在使魔鬼担忧 他很清楚这一点 他正在为死而战 埃塞俄比亚 可怜 埃塞俄比亚 他是敌人的猴头 埃塞俄比亚 他是魔鬼的坚强堡垒 魔鬼怕他 实际上 埃塞俄比亚是恶魔的死心 上帝早已宣布他与这个贫穷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同在 这是事实 因此 我敦促您 尤其是埃塞俄比亚东正焦特瓦赫多 坚持不懈的信念 当然 埃塞俄比亚有一亿多人 他有什么价值 上帝只爱一千万人 当我趁埃塞俄比亚为被他们的灵魂称为以色列的人时 我没有说异端 天主教徒 种族主义者 伊斯兰主义者 无神论者 女巫 战兴家 强盗 杀人犯 暴君 不要上当 不要说我是埃塞俄比亚人 你不是 在上帝的记载中 您不被视为埃塞俄比亚人 您不是埃塞俄比亚人 因为这是您的选择 您是救舍的崇拜者 假先知的崇拜者和他儿子的崇拜者 并且您已经获得了寿的印记 上帝是真理 他清楚地告诉您您是谁 以及您在做什么 是的 自从你的祖先以来 他已经呼唤你悔改了很长时间 正如您的祖先不听 您是他们的后代 并且继承了他们的邪恶方式 因此 谁是魔鬼的儿子 谁仍然坚持自己的恶行 他必须去魔鬼去的地方 所以 你背叛了 塔瓦西多的敌人 真理的敌人 埃塞俄比亚的旗帜的敌人 我今天要告诉你 你将大为愤怒而下坟 而已 现有政府 阿比 埃哈迈德阿比阿阿美政府 为此目的 他们已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批准 以消灭埃塞俄比亚 消灭特瓦赫多 并消灭那些背负上帝真理的人 他们也是由阿拉伯国家资助的 他是一个公开竞选摧毁阿姆哈拉人的人 阿姆哈拉人与社会有着相同的信仰 主要是通过遵循特瓦赫多东正交 俗话说 信靠主人的羊 晚上会把尾巴花在外面 他们依靠他们的主人 成为阿姆哈拉人大屠杀和大屠杀的策划者 他们将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很明显他们已经在接受审判 但他们正在等待杯子被装满 但是现在他们将喝什么的愤怒 因为杯子已经溢出了 总的来说 我试图让您了解埃塞俄比亚是谁 注意 我的人民 一旦出现此消息 让我提前告诉您 当涉及到所有魔鬼的对手时 他们将做什么 消息中所说的不对 各种意识形态的陌生人手里 拿着魔鬼的所有好仆人 开始在媒体上散布错误的宣传 然后 他们通过设计出具有误导性的宗教分析方法和恶魔般的战术 努力增强个人力量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以及世界各地的政府 大概 他们阴谋摧毁了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多的东西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一直梦想着让我们活下去 这就是发生的情况 但是没有时间 没时间 没有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你 他所有的审判临到你 充满了大地和天空 他们只是在等待命令 在此信息发出后 他将来自全能神的宝座 然后 您的最终破坏开始了 魔鬼拥有最好的财产 今天的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中国 俄罗斯 以色列 印度 土耳其 西班牙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 这些国家是贫穷国家的领导人和统治者 指挥官恶魔下达命令替换另一匹马 当他的马无法执行命令时 反过来 等级制度将疲倦的马屁换为另一匹 他们迅速执行给定的议程 这就是过程 在TPLF用尽之前 他们在经济 政治和军事上支持他 回去看看他的时间 当人民背负重担而起义时 恶魔酋长命令美国和英国 他说 这匹马很累 所以要快点改变它 他说 埃塞俄比亚问题威胁着我和你的生命 我们需要立即更换马匹 如您所现 当梅莱斯 则纳维 Malcinoid的提格雷 提格雷 提格雷 马很弱时 他被奥洛摩 奥洛摩 马阿比埃哈迈德 阿比埃阿密 取代 魔鬼会毫不犹豫的换马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 没有时间了 结束了 黑暗的统治者 黑暗统治者的千年统治已经结束 结束了 没时间 像国际象棋一样 人类的血液就足够了 魔鬼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 万物的创造者已经允许了他数千年 审判要根据他的事迹进行 没时间 正义的审判者上帝在他的正义审判中 包括了大地 一时间的舒适性会来 而且将诞生 那些被压迫 被压碎 被侮辱多年的人将得到回报 烈士们还决定由全能的上帝来纪念他们 在实施之前 有些人识悟悔了15年 但是现在是时候了 没有其他时间了 这只是下地狱的判断 今天埃塞俄比亚的特瓦赫多东正教教堂在哪里 我们埃塞俄比亚的特瓦赫多东正教教堂的处境十分严峻 他面临的诱惑是无法忍受的 他处于毁灭状态 尽管埃塞俄比亚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是伊玛木 �罕默德イ Nein Muhammed 和 朱迪斯 Umm pins 古迪特 cut Judith Gudi 的大灾难 但教堂遭到严重破坏和屠杀 根据信仰 人民坚强信仰 破坏是由魔鬼组织的 但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人民信徒向造物主大声呼喊 上帝迅速将他们移开 白人、英国、土耳其、意大利和葡萄牙人 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直接干预了埃塞俄比亚 从历史上看 他们影响并伤害了自己 但是 今天的活动是独特的 内部和外部力量正在加剧对教会的当前破坏 反对教会的运动已经正式启动 特别是自德格上台以来 尽管教堂没有被拆除 但其牧师并未被杀 德尔格德尔由共产主义领导 这使许多年轻人和社会不敢去教堂或清真寺 在这一刻 那个时候 红色恐怖时代是恐慌和焦虑的时期 只有在伊斯帕克政党成立和孩儿马里亚姆 领导下的德格内部斗争结束之后 才进行镇静上教堂的尝试 但是教会的教学能力很弱 在城市地区尤为突出 因为我国北部大部分地区是前城的东正交派 由于土地被没收 教会的收入被严重削减 所有收入都被耗尽 教会母版Apnet学校尤其受到重创 在德尔格政权的影响下 耶内塔学校精神学者学校已经灭绝 这个过程甚至使我们教会的组长遭到暗杀 许多父亲被移民了 尽管这种情况直到德格倒台后才平息 但对教堂的十字军东征仍在继续 当TPRF在德尔格倒台后上台时 他的第一个竞选活动是反对埃塞俄比亚东正教 他直接干预了我们的教堂 驱逐了当时的祖先族长Mercurius 并由TPLF任命的天主教神父Poulos代替了他 当他们不得不捍卫自己的信仰时 有33位主教同意并签署了天主教主教Apapoulos 保禄神父不久决定执行他的天主教命令 打算推翻教堂的仪式 他们决定改变法律 使教会的至高神圣灵出现 第一条真正的律法是 我们教会的最高主教座堂 而主教座堂的最高领袖是圣灵上帝 在Psinod会议开始时 所有主教围成一圈坐着 八一圣经将被放置在他们之间的高台 会议开幕时 在祷告中 上帝圣灵将接管会众 之后将举行会议 先祖在神的圣灵的指导下 他执行了主教会议的决定 由于组长要对主教会议负责 因此他的工作由主教委员会的决定来管理 毕竟我们教会的教规被改变 先前的法律被废除 阿巴保罗斯被任命为会议主席 这意味着该会议开始对 阿巴巴勒斯负责 这是偶像王 该教会成为一个偶像 因为阿巴保罗斯任命自己的主教的地方 该法律尚未被废除 Abum Matthews仍然适用 此法律未做任何更改 我们的父亲 首席学者 在当时的论典中 他们为阻止改变宗教真实面目的阿巴 保罗阿巴保罗斯 尽力阻止他们的恶行 但教皇本人不支持他 他被逐出教会 他们以光荣的教室身份 谴责了教会 牧师 所有以宗教会议为名的传道人 以阿巴 帕欧罗斯 为名的牧师 以及宗教仪式和事宫中的宗教会议成员 他们做了正确的事 只有当教会认识到首席学者阿亚来 塔米鲁 谴责教会并悔改其行径的原因时 这种谴责才可能解除 只有这样 才能恢复教会的生活 今天 他没有扭转这种悲剧 而是在增加内感 今天 教会已成为改革 安高和安典的中心 教会的大多数传教士 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并将教会变成了商业中心 不仅如此 大多数主教的低级部长 也成为了一端新教徒阿比 埃哈迈德政府和伊斯兰政府的间谍 他们被老蛇 龙 假仙之迷失了 他们敬拜他并留下印记 我的人民 真理永远是正确的 话虽如此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那些毁了我们真正的教会的人 想要为自己的信仰做出让步的人 与政治和叛交信仰合作 你不知道你的信仰 你是叛徒 如您所现 教堂没有牧羊人 他们几乎都是个体户 他们已成为叛交者和一端 因此 审判已经开始清洗那些坐在教堂里 并摧毁特瓦赫多信仰的人 口头上 他们自称是虔诚的信徒 但实际上 他们是受高者 异端分子 改良者 间谍 如果有人用他的舌头宣传 他可以支持他们 但是与上帝在一起 他们是谁并不重要 他们是魔鬼的孩子 他们的审判将公开化 东正焦特瓦赫多教堂 不仅受到了打击 在白色的世界已经被竞选这房子 道理很长一段时间 但它从来没有像开放的 因为它是现在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 发现的真相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检验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躲藏起来 秘密袭击教堂的人开始公开销毁的原因 标题为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的信息 我们已经利用全能上帝 给予我们的想象力向公众传达了真相 因为他们没有掩护方法 因此 我们听到他们到处盲目谴责 我们的创造者全能的上帝 从本质上说就是真理 因此 他只为事实辩护 骗子是魔鬼 是前蛇 是假先知 如果我们默默地注视着 我们教会的被盗而导致了 假被盗和异端 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在敬拜上帝呢 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统治了真理 因此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因为他们做的方式 和是毁了我们的教会 一个曾经有好东正 焦特瓦赫多托尔医德的好孩子成立的机构 叫做圣徒协会或Mahibir Kidusan 当时做得很好 但是逐渐地 政府间谍渗透到该地区 使他们失去了性格 我们听说 该组织公开反对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的信息 他们是在两名受访客人的 Mahibir Kidusan电视台广播中 做到这一点的 来宾是传教士 Haila Mariam Zudu和传教士 Jibramatin Anu 尽管程序员和面试官 没有给出姓名 但我们了解到 他们是此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在这种情况下 两位老师自称是专家 我们听说 当他们说埃塞俄比亚 没有复活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听说他们说我们只接受圣经 所谓的为圣人士徒劳的 那么 我们必须注意 我们已经听到他们像新教徒一样公开讲话 我们正在意识到有多少协会 教会和东正焦特瓦赫多教会的领导人已被出售 以摧毁我们的教会并统治异端 但是那些软弱的人正在将自己推销给异教徒和伊斯兰教的联盟 他们使用斗篷和头巾掩盖自己的内心 并声称传教士 大部分时间都在批评 Facebook Telegram和YouTube 另一方面由不同的父亲批评 据他说 在这座城市说话的父亲们都在批评他们 他说 不仅如此 复活是什么都没关系 写在马太福音24章中 这个人本人在电视上说 使用所有社交媒体都是无用的 他们也忘了电视谈论的是电子的 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 这是一个谎言 他们是自大的 然后他们谈论了复活 马太福音24告诉我们 当主来做最后审判时 上帝的降临和神迹就出现了 让我们告诉师父 马太福音25章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他们的话与我们无关 我们在约翰启示路中谈论上帝在地上的复活 以及我们将如何去那里 通过在此构想中表达约翰启示路十六 十八 十九的话 并指出埃塞俄比亚是复活的领袖 现在 传教士让我向您介绍一下 图杜罗斯皇帝 阅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哦 对不起 你是新约老师 你不知道旧约 因此 我认为您不了解正统Torhido 他基于旧约与新约的合并与和解 这使您的异端清晰 第二位老师是格布雷梅丁 安耶乌 Jibramet 他们谈论新事物 他们的所有演讲都是侮辱和批评 这些都不是没有上帝的话语支持的 他们批评说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的信息 他们分发 说进入方舟 他们认为我们是罪犯 是恶魔 亵渎是我们的衣着 我们不记住这个词 我们凭信念生活 他们在哪里认识我们 他们从我们那里收到了什么消息 他们不知道 没关系 除此之外 他们说预言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信息预言 另一种是信息预言 恶魔的第二个预言 第三是圣灵的预言 无论如何 对于他们来说 以第一和第二句话为例 向我们讲述上帝的道是有益的 无论是信息还是恶魔 都不是预言 他们被称为恶梦 因为他们的团契是与邪恶的灵魂 至于上帝借着圣灵启示的真理 在梦想 愿景和许多方面 三位一体为孩子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 老师 如您所见 您还年轻 您不超过三十岁 所以是你的朋友 当您敢于批评年长的父亲时 他显示了您的身份和背景 使徒本身就是创造新约的人 这是他们写的让你被称为老师的福音 您还提到了马太福音二十四 这是他说 坐在耶路撒冷 直到主向您发送圣灵 我会去到了我的父亲 和 之后我会送圣灵 他会引导你 劝你 叫你 他是如何领导他们的 旧约的坚实基础 宣布这是一种解释 如何通过出现在梦境 愿景中来不时判断时间的方式 你不知道他把我们带到这里了吗 无论如何 我们给了一个 我们出于什么目的 问问那些拿着身份证的人 但这对您有什么作用 即使您希望 也不会得到他 信仰之传世圣母玛利亚 忠心的人是复活的新郎 他不只是阅读圣经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取悦上帝 所有的权利 老师 我们这一天明智的法利赛人 主说 别说师父 我是你的师父 你今天的法利赛人 你不会交叉 先来的大伙 将清除那些挡住道路的人 破坏性的牧羊人 您最好不要谈论您不知道的事情 阅读有关您的整个以西节书 第34章 因为你受到审判的保护 但是我们已将你的肉交给撒旦 使你的灵魂得以拯救 因为您否认埃塞俄比亚的复活 而且您不会在前夕到达 让这个真理传给你 死亡将超越你 总之 重要的是要了解我们的教会 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他的所有仆人都因违反 俯权法和不纠正 Avapolis物霸主教 施加的偶像崇拜法而受到谴责 被他们祝福并得到任何服务 是不可能的 这样做的人将受到谴责 因为他将分享他们的活动 因此 我们的建议是耐心等待上帝的作为 随着埃塞俄比亚的教会 在未来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世界 谁接受了这些谴责 并听从了命令 当他们在任何邪教组织中 都没有提及主教会议的名称 而使自己无法改证时 便予以区别 我们认为可以使用他们 总的来说 时间临近了 上帝的家人 我们建议您不要被打扰 我们建议的另一件事是 教会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 因此 如果您说的是政府的另一种语言 我们说您不应该听 其中最大的一个 他的宗派主义和被盗始于 因为他是一个名为宗教联盟的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自阿巴 保罗 阿巴 波勒斯时代就开始实行 根据我们教会领袖的联合电视转播祈祷 在最近爆发 COVID-19之后 他们宣布于异端 天主教徒和穆斯林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祈祷 因此 他们重申了对野兽的忠诚 并忠于他所创造的信仰异端 新教徒和伊斯兰教 因此他们敬拜并得到了老蛇 龙和假先知的印记 他们运用了魔鬼王国的意志和思想 因此 该教会本身必须被保存 但是他不能再节省信徒和履行他的职责牧养 只要他陷入这样的背叛之中 我们对上帝的家庭 我们全心 全心 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都相信真理和精神 我敦促您以信仰的眼光来看待并耐心和坚定的观看 我将在下面描述的基本操作将发生 并将根据上帝的意愿尽快实施 连根拔起或种植或移植 谁将被连根拔起 是的 正如您在简介中所提到的 在世界各地 凡敬拜并接受救舌 龙 假先知 首领和地球各部分人民的印记的人 将在大怒 大火和瘟疫中被扫除离开这个地球 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 无论多么强大 他将被他的傲慢之火所扫除 自称伟大的国家魔鬼的老板说 他们拥有核导弹和喷气式飞机 愤怒的是地球和天空都从未陷过 他们将充满烈火 并将被其公民席卷而去 谁将得救 他将根据消息三 消息八和消息五完成 埃塞俄比亚东正焦特瓦赫多教堂的倒塌和焚毁 在这种情况下 他摆脱了异端 天主教 安全 间谍 干部神职 人员和驱逐舰 他所有的敌人都会被上帝的审判扫除 扔进火里 上帝所爱 选择和认可的仆人将接任 将要种植谁 是的 所有上帝所爱的人将被种植在世界各地 众所周知 地球上大多数城市都是违反安息日建造的 他们只在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反映魔鬼 他们将被彻底消灭 那些荣耀上帝 保持圣洁 遵守安息日 遵守全能上帝律法的人 将以一种奇妙的方式重建他们 在地球的四面八方临时行政当局将在埃塞俄比亚的世界 清政府的主导下形成 第一个政府机构将在埃塞俄比亚和周边国家建立 如消息八所述 全世界都会清楚地看到埃塞俄比亚全能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得到荣耀 在埃塞俄比亚的光辉下 世界将看到埃塞俄比亚和时与他心爱的 被选中的和复活的孩子一起闪耀 长期以来被恶魔限制在地球上 并将人类烧死的地狱的非东正教宗教机构 天主教徒 异教徒 伊斯兰主义者 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偶像崇拜等 在一个极大的愤怒 他们会从他们的追随者和他们的仆人在地上一扫而空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联合国 欧洲联盟 非洲联盟 亚洲联盟 拉丁美洲联盟和阿拉伯联盟将全部消失 不可能聚集 决定或交谈 他没有时间呼吸 有一阵是不可挡的大火 不可能修复 治愈 逃脱或帮助任何人 解除隐藏 让我度过这段隐藏的时光 不能说 到处 这只会是痛苦的死亡 看不见的 不言而喻的愤怒将下降 在此刻 谁能站得住脚 谁可以移动 是的 上帝拣选的人只能移动 那些被埃塞俄比亚世界清行政府认可的个人和国家 那些祈求和投降的人将在全能的上帝允许下和平生活 根据三位一体的法律 愤怒的幸存者将在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领导下赋职 种植和产道将采取销毁过程中发生 直到埃塞俄比亚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建立世界照明政府之前 世界将一直处于持续的大火状态 毁灭大地数千年的所有魔鬼仆人将被消灭 那些说埃塞俄比亚没有死而复活的人 他们将看到埃塞俄比亚姓高采烈 已经为何荣耀掩埋大地和妇人 他们死于眼线 对于上帝的子民 对于埃塞俄比亚东正焦特瓦赫多信徒 他们计划的苦难将是他们的数百倍 他们走下坟墓 看到死中上帝子民的荣耀 我刚才描述将于现在的事件 长时间不要取笑它 没有时间或地点 如决定和命令中所述 该操作将在消息发布后立即生效 时的动作开始 扫描他们离开有些震惊或发生火灾时 移动到烧灭他们 其中一些人会说 是真的吗 我们可以在哪里逃脱 的过程中也有不少 他没有价值 当他们受到辅全制的惩罚 谴责 惩罚时 谁被迫不返回 然后告诉他们 您的智慧 恶魔的掌握 以及您居住在精美建筑中的偶像 以拯救您 就像法老被上帝的愤怒打击一样 他正在拥抱他崇拜的偶像 那个人说 救救我 你遮住了耳朵 您是什么时候听到埃塞俄比亚的信息的 这条流淌了15年的世界之光 在Facebook Telegram和YouTube上度过早晨的一代人 数以十亿计的一代人 是否有消息不在您面前的时间 您不是在嘲笑他们并取笑他们吗 他们以所有主要语言提供并且以音频格式提供 他们求你了 他们不知疲倦的大喊 那么当您今天受到审判时 谁会救您 没有人可以拯救您 因为您反对三位一体 在这巨大的愤怒中 女人穿裤子 因为你在做讨厌的事 您将不会被保存 所有可在地球上造成仍惩罚 是所述第一惩罚 如在消息三中描述 现在 第二阶段惩罚开始的迹象 前所未有的飓风 洪水 山体滑坡 交通事故 种族灭绝 宗教战争 边境战争 内战和公民抗命都得到了命令 您今天将这些疾病称为 COVID-19 和埃博拉病毒 特别是您趁冠状病毒的疾病 我们趁之为瘟疫 您已经看到 并且正在看到 它动摇了您多少 这不过是第一步的惩罚 该消息的发布之后 消灭即将来临的各种瘟疫 它将完全起作用 它的力量是大地或天空 从未见过的力量 七次七次四十九次 然后您将看到更大的破坏 世界各地的 便运到来时 您将自己锁在屋子里 用消毒剂洗手 并确保自己安全 这很容易 你受伤了多少 你认识它如我们所见 不要震惊地回到你的创造者 说我把疫苗给民了 而不是人回到造物主 你仍在使它看起来像一个救世主 您需要努力避免人们悔改 并转向他们的创造者 根据您以前的工作 今天您说的是崇拜我 您说的是我的解决方案 因此您就像法老一样 变得自豪 正如死亡席卷整个埃及一样 法老在面对许多瘟疫的时候 也坚定了自己的心 在埃及全境 他的房屋中统治死亡的时候 那他可以去哪里呢 那傲慢与蔑士呢 批评呢 傲慢的法老跌倒在摩西的脚下 说 请走 这将在今天发生 您会看到他 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 死亡统治着每一个家庭 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这将是您家中的悲剧 如果出去 那就更糟了 你去哪里 这将发生 笔记 我们是上帝的子民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当家庭 我们庆祝独立日 而无需担心或忧虑 因为我们被火包围 我们信任亚伯拉罕三位一体 我们信任圣母玛利亚 我们也感谢他们 我们高兴地唱歌 求求我们您如何穿越家中 家门口 到处都是的死亡之海 您会看到复活喜乐的新郎 上帝所爱 拯救和荣耀 但是您无法联系到他们 在其中 死亡统治着所有人 这将发生 今天的一代对您有什么好处 您的银将无法拯救您 您的建筑物 您的洞穴 您的塔 您的警卫 您的枪支 您的坦克 您的喷气机和您的船 所有这些都是尘土 谁来救你 我告诉你一切都会发生 时机已到 一代人你听不到 由于今天正在准备此消息 我们是否已通过各种声明和教义 向您提供建议 我们没告诉你吗 当我们给孩子们建议时 也要给我们的听众 你们 那傲慢自大的人 在您父亲 恶魔 那条救舌 那位假仙之中都值得信赖 并嘲笑我们 从领袖到领袖 从宗教领袖到信徒 你们都笑了吗 当我们看到死亡笼罩着您时 就担心要把您的灵魂救出 这是您工作的结果 不仅使您惊讶 知道我们不了解你 除了惊叹上帝的公义审判 所以 今天来到你面前的那些人 我们可以向您保证 他们会很快完成 愿他给你毅力 地球上还会剩下什么 那些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东西 将保留下来 但对精神生活无害 但是如果您将所有积蓄的财富 留给复活的人们 您将会死 谁是图沃德罗斯皇帝 全能神认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在哪里 他将执行什么 他在哪里统治 他将统治哪个国家 谁揭示了这个真理 父亲对这位国王怎么说 通过Ficker or Isis 由书Jeddo Ficketer 由书Diaracene Oulia 由萨贝拉的预言 由小田书和其他书籍 关于皇帝To address已经提到 他在许多人尚未理解的什么的话语中得到启示 如今 YouTube 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人 以各种方式谈论To address皇帝 也有人大胆反对这样的国王不会来 那些人经常嫁给异端 首先 我们将看看以赛亚书第49章中全能神的话语 然后讨论其余的思想 全能神的话说 小岛 听我说 你们 从远方听 耶和华从子宫中呼唤我 他从我母亲的长字里 提到我的名字 他使我的口如利剑 在他的手印下 他藏了我 使我成为光亮的轴 他把我藏在剑袋里 对我说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在其中必得荣耀 然后我说 我白费了功夫 白白花了我的力量 但白费了功夫 但是 我的审判必定与耶和华同在 我的审判 神必与我的上帝同在 耶和华说 我从子宫里结成他的仆人 要把雅各再次带到他那里 虽然以色列没有聚集 但我要在耶和华眼中荣耀 我的神必成为我的力量 耶稣说 你是我的仆人 要抚养雅各的支派 恢复以色列的被保护者 这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也要向外帮人发光 使你成为我的救恩 地球的尽头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的救赎主 和他的圣所 就向耶和华所增悟的人 向百姓增悟的人 向统治者的仆人 国王都要见其 王子也要敬拜 是忠心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 他将拣选你 耶和华如此说 我在可接受的时间内 听了你的声音 在救恩的日子里 我帮助了你 我将保佑你 并赐予你 为人民立约 立足大地 使他们得以继承 荒凉的遗产 你要对犯人说 出去吧 对黑暗中的人 你们要自己表现出来 他们应以这种方式进食 牧场应在所有高处 他们不饥渴 炎热和阳光都不会自杀他们 因为怜悯他们的人 必引导他们 即使在水的泉水下 他也要引导他们 我要把我所有的山都弄成一条路 我的高速公路也要高举 看哪 这些必从远方来呢 又是从北方和西方来的 这些来自西尼姆 西尼姆的土地 歌唱 天哪 大地啊 要快乐 众山啊 求你歌唱 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 连续他的百姓 西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我的主也忘记了我 女人能忘记自己瞬息的孩子 不要对子宫的儿子 有同情心吗 是的 他们可能会忘记 但我不会忘记你 看哪 我在你的手掌上刻下了你 你的墙在我面前不断 你的孩子要急忙 你的驱逐剑和那些使你浪费的驱逐剑将向你扑灭 抬起你的眼睛转转 看见 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 来到你身边 耶和华说 我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们穿上像事物一样的衣服 并像新娘那样将他们绑在你身上 因为你的荒废和荒凉的地方 以及毁灭的土地 由于居民的缘故 现在仍太狭窄 吞噬你的人也将远离 在失去了对方之后 您所拥有的孩子们应该在此耳边说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困了 给我我可以居住的地方 那你心里要说 谁看见我丢掉了我的孩子 变得荒凉 被俘虏 来回走了 谁把我生了 谁带来了这些 看哪 我一个人待着 这些 他们去哪了 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要向外邦人举起我的手 向百姓树立我的标准 他们必将你的儿子抱在怀里 你的女儿必扛在肩上 君王要当你的哺乳之父 王后要当你的哺乳之母 他们要俯伏向你鞠躬 填你脚上的尘土 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等我的人 不会为他们感到羞耻 是将猎物从强大的人手中夺走 还是从合法的俘虏手中夺走 耶和华如此说 连大能的俘虏都被带走 可怕的人也必被释放 因为我要与他征战 与你征战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我要用自己的肉 喂饱那些压迫你的人 他们要用自己的血如甜酒喝醉 所有的肉都要知道我耶 和华是你的救主和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以赛亚书第49章的全部内容 都是关于埃塞俄比亚图沃德罗斯皇帝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复活 他也告诉我们关于那些被上帝的肉 称为以色列的人的想法 我们将详细分析该词 在这种情况下 将解决真诚误会的问题 他们的内 背叛 对事实的歪曲 您将为前蛇的背道 假仙之龙的门徒 以及世界数十亿人 感到憨愧 你说的是 我昨天没有听从伪敬 你说埃塞俄比亚没有复活 正如先知但以理所说 在末日 会有很多知识 人将兴起 用他的智慧研究上帝的真理 让我们 三位一体的仆人 告诉您您的坏消息是什么 因为您没有信心揭示 全能上帝的真理 您的一种欺骗性语言表示 我们不相信圣经之外的内容 因为你是假先知的造物 所以我从你相信的圣经中 给了你一个清晰明确的预言 您所拒绝的组长的预言 仍然有效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含义 这个词说 听我说 欧道 对我来说 你们 从远方听到 其含义是 群导是指国家和政府 上帝告诉你 听便散布在整个地球上的亚当的所有后裔 话说耶和华从子宫里呼唤我 我从子宫里叫我 他从我母亲的肠子里提到我的名字 他使我的嘴像一把利剑 其含义是上帝创造了每一个生物 都是为了他的荣耀 他的性格和一生的意愿 并且按照他的命运使他到处都是 正如万能的上帝的命运确定一样 他还将在地球上行走 当我们被创造时 当他让我们服从他的意志 并住在他的土地上时 他已经将黑暗和光明摆在我们面前 以便我们可以去我们想要的地方 当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时 我们会得到一个好的天使来指导我们 他使我们能够学习神想要我们的方式 因为我们选择了善良 他随着上帝的意志走是上帝教导 为了他的旨意和旨意 上帝从人类中选拔了一些人来为他服务 大魏王被上帝拣选 是为了实现他的目的 了解国王的旨意和目的的大魏王说 虽然我仍在母亲的子宫中 但在我骨肉混血之前 我就被你认识了 上帝出于特定目的将他从子宫中召唤出来 因此 上帝的选择是在大魏王被创造之前做出的 在所有先知和使徒们团结在他们母亲的子宫中之前 他已经选择了他们作为他的计划 他使自己选择的像一把利剑 他们用自己的话语震惊了世界 因为上帝是在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舌头上工作的圣灵 这个词说 他在我手的阴影下把我藏起来 使我成为光亮的轴 他把我藏在颤抖中 他的含义是 今天 您正在听到上帝的审判语 他通过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的信息 对他进行谴责 但是你没有亲眼看见我上帝的仆人 为什么 因为他把我藏起来直到时间到了 他已经掩盖了我十五年以上 在这您需要了解上帝的工作方式 话说 对我说 以色列啊 你是我的仆人 我在其中必得荣耀 然后我说 我白费了功夫 白白花了我的力量 但白费了功夫 但我的审判肯定是与耶和华同在 我的奉献与我的上帝同在 其含义是上帝清楚地告诉了他所选择的人 他说 你是我的仆人 全能的上帝因他在这艘所选传指上所做的一切美好而感到荣幸 我的人民 当我说出这个词时 我真的很惊讶 这个词在我心中 这就是我曾经在脑海中传达的一句话 我徒劳的工作 我竭尽全力 徒劳无功 然而 我的审判必定与耶和华同在 我的审判与我的上帝同在 当我表达这个真理时 我感到自己是这个词的作者 在此信息中 我不想谈论自己的生活和痛苦 谁想知道 他就可以问全能的上帝 如果你不着急 一切都会被揭示出来 您会听到他的声音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会残留在外面 就我个人而言 我不想考虑我来自哪里 当我考虑他时 我会变得非常紧张 以至于无法应付 所以我不得不跳下来 我的奖赏和审判仍在上帝手中 众所周知 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了 与虚假先知的战斗 那条古老的蛇统治着世界 并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世界 在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灵魂的情况下 魔鬼试图以多种方式摧毁我 我没有忍受自己的意愿 离开其他一切 从我被命令向您传递消息的那一刻开始 在每条消息中都很难将消息传达给您 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今天将不介绍 魔鬼的进攻策略很多 尽管我们通过了上帝的大能 但我们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作为个人和家庭 我为此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我付出了我的一生 许多人寻求荣耀 财富和赞美 这是肉体的欲望 但是对于那些了解真理并爱上帝的人 这没有任何意义 当这个世界上的邪恶很快消失 并进入天堂的祖先时 他们所有的欲望就停止了 就我一生中所经历的痛苦和苦难而言 这让我很伤心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即使我留下 我也只能出于上帝的旨意 祂的荣耀 祂的光荣名声 以及我对祂的服务 今天 我 三位一体的奴隶生活 以示奉祂 服从祂 做祂的旨意 做我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的意愿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的愿望 我将完成跑步 当我使其他民族敬拜我的上帝时 当我看到上帝的旨意 何时完成 全能的上帝受到所有人的称赞时 这就是我的全部补偿 我没有这个世界的欲望 我没什么好在乎我的身体的 当然 您可能会对听到的消息感到震惊 整个世界将由我统治 我是徒劳的 只是垃圾 我至少是你们所有人 但是他以仁慈的心 遮盖了我 他掩盖了我可耻的罪过 他为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他再次决定把我放在一个大脑 无法想象的地方 因为我听到了多年来 我对全能的上帝耶稣 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 我告诉他 这超出了我的范围 我不适合这样做 他说不 我还问了我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他说不 但是因为时间揭示了一切 所以谈论太多不是更好 让我们继续下一个词 话说 现在从子宫中构成我成为他的仆人的耶和话说 要把雅各再次带到他身上 尽管以色列没有被聚集 但我要在耶和华的眼中荣耀 我的上帝将成为我的力量 耶稣说 你是我的仆人 要抚养雅各的支派 恢复以色列的被保护者 这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也要向外帮人发光 使你成为我的救恩 地球的尽头 耶和华 以色列的救赎主和他的圣民这样说 他的含义是 如您所献 全能神的话 今天您对特沃德罗斯国王是谁感到困惑 以及对于那些拒绝的人来说 这是事实 找出为什么叫他 谁叫他 谁认命他 当我们的主耶稣鼓励他时 你们所有人都在听到 这对神来说非常容易 对他来说是困难而致命的 话语继续 万民敬畏他的 君王渐渐君主的仆人 王子也要敬拜 因为耶和华是忠心的 是以色列的圣者 选择你 他的含义是 对于统治者的奴隶全世界 神的公义审判 上帝启示的真理 他们震惊的所有王国 随着毁灭的过程 他们会愿意或不愿屈服于 荼渡德罗斯皇帝 这就是圣经告诉你的 话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听见了你 在救恩的日子里 我帮助了你 我将保护你 并赐予你作为人民的约 建立大地 使之继承荒凉的遗产 你要对犯人说 出去吧 对黑暗中的人 你们要自己表现出来 其含义是 神向他保证 他在大患难中 依保护 倾听并保护了他的仆人 笔记 他说 建立大地 他已经命令仆人恢复丢失的东西和丢失的东西 话又说 你愿对囚犯说 往前走 对黑暗中的人 你们要自己表现出来 国王的首要任务是 揭露并监禁那些 因其正统 Torhido信仰而被监禁 迫害 迫害和迫害的人 上帝然后说 给你立一个百姓的盟约 因此 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 上帝将国王交给了他的子民 这个词说 他们要以饮食的方式进食 他们的牧场应在所有高处 他们不饥渴 炎热和阳光都不会自杀他们 因为怜悯他们的人 必引导他们 即使在水的泉水下 他也要引导他们 我会把我所有的山都变成一条路 他的含义是 他告诉我们 在即将到来的好时光中 在复活中 他将带领他的人民通过他的仆人 他将与他们同在并消除障碍 无人能比的山高 全能的上帝应许了他将把他全部清除 并前进的道路 当今山区政府力量的错误信念将被消除 这是事实 这个词说 我的公路将被高举 它的含义是 对于当时所有被召唤他复活的人 上帝所有的正义审判 条条大路通向和平 祝福 爱 欢乐 上帝将全心全意地敬拜上帝 这将是光荣 崇高的光阴 话说 看哪 这些从远方而来 不料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来自西尼姆 CNAM的土地 歌唱 天哪 大地啊 要快乐 众山啊 求你唱起歌来 因为耶和华安慰他的百姓 怜悯他的百姓 他的含义是 在未来的日子里 在复活中 他们将来到埃塞俄比亚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安慰 上帝安慰所有从上帝的愤怒中拯救出来的人 因为 他连续了他的子民 天空 大地 万国都要因上帝的公义 审判而欢呼 这将发生 话说西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我的主忘记了我 女人能忘记自己瞬息的孩子 不要对子宫的儿子有同情心吗 是的 他们可能会忘记 但我不会忘记你 看哪 我在你的手掌上刻下了你 你的墙在我面前不断 你的孩子要急忙 你的驱逐舰和那些使你浪费的驱逐舰将从你身上消失 他的含义是 这个词代表那些被肉称为以色列的人 在即将来临的复活中 以色列如训西三所述 在埃塞俄比亚世界清行政府的领导下 他享有自治权 抓住他那些逃脱了他愤怒的人 作为埃塞俄比亚的妹妹 他受到埃塞俄比亚东正教Turhido精神管理局的精神领导的安慰 关于早期先知 使徒以及他们为他付出的生命的上帝 他们是神作为他的子民而出生和被爱的 即使他们否认他 即使他们在一个严重的被盗中背叛了他 将其杀死 他们仍然没有悔改 但是当全能的上帝在最后一个小时访问世界时 他为他的人民感到难过 他想起了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布 摩西 以利亚和大魏的开国元勋 以色列就是这样获得机会的 这个词说 抬起你的眼睛转转 看见 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 来到你身边 耶和话说 我活着的时候 一定要给他们穿上像事物一样的衣服 并像新娘那样将他们绑在你身上 因为你的荒废和荒凉的地方 以及毁灭的土地 由于居民的缘故 现在仍太狭窄 吞噬你的人也将远离 在失去了对方之后 您所拥有的孩子们应该在此耳边说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困了 给我我可以居住的地方 那你心里这么说 谁知道我丢掉了我的孩子 变得荒凉 被俘虏 又来回走了 谁生了我这些呢 而谁增提出了这些 看哪 我一个人呆着 这些 他们去哪了 他的含义是 上帝坚定并信赖他的话 当埃塞俄比亚被上帝铭记时 整体维修 当埃塞俄比亚被全能的上帝铭记时 他会恢复他所有遭受迫害的 失去的 绝望的一切 所有的荒凉都会兴旺 埃塞俄比亚将是整个地球的位界 因此 只要他的土地已满 他就将充满复活的新郎 他的领土将是广阔的 绝望的埃塞俄比亚 人类将从世界各地的东正焦特瓦赫 多信仰中重生 他们的光荣会像珠宝一样 话说 主神说 我必将我的手举向外邦人 并向百姓树立我的标准 他们必将你的儿子抱在怀里 你的女儿必在你手中 扛在肩上 君王要当你的哺乳之府 王后要当你的哺乳之母 他们要俯伏向你鞠躬 填你脚上的尘土 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的含义是 当上帝说 我将举手向列国伸出援手时 我将我的宗旨定为对付我的子民 在良好的时期在维修期间 他表明外邦人将被召唤为真理 上帝将其召唤为应酬他的启示的土地 这个词说 因为等我的他们不会感到羞耻 他的含义是 等我的人不要感到羞耻 您真的了解这个词的含义吗 是的 我相信一个有良心的人会注意的 埃塞俄比亚是特瓦赫多东 正教信仰的土地 这是上帝所爱的土地 充满信仰的人们居住的土地 许久 他一直盼望着他的救主耶稣和他的母亲 作为他所立的约 父母他们继承了这一真理 对于他们的孩子 他们满怀希望迎接他 去了天堂 上帝的家庭 圣母玛利亚的孩子 伟大的先知 以赛亚生活在我们主诞生之前 全能的上帝向埃塞俄比亚展现了 埃塞俄比亚的巨大希望和对未来的巨大希望 并在他的预言书中记录了这一盟约 时间到了 上帝来揭示他的话语和奥秘 埃塞俄比亚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很少有人相信并理解这个真理 他们绝望不绝 他们满怀信心的站着 相信上帝将有一天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 使者们 也一直期待着他 全能的上帝不会让那些 相信他的人失望 这是事实 这是我今天告诉你的希望 你已经做到了 那些不相信何比是上帝的人 那些说上帝不能审判和拯救的人 当他以公义的审判扫除他们时 他们就会看见他 因为 他们嘲笑这个词 他们把真理变成了谎言 他们相信错误的信念 他们摧毁了那些真正站起来的人 他们屈服于恶魔 龙和假先知 他们拒绝了约翰启示录二十中所揭示的真理 他们已经挑战并逼迫了真正的人民 他们大胆反对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的信息 他表达了埃塞俄比亚的希望 今天 如上所述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整章 你怎么能否认呢 因为 您始终是虚假魔鬼的孩子 并且您可能会因为自己是骗子而尝试犯罪 但我想向您保证 一件事 没有时间 结束了 你晚了 现在 所有内容都已加在到您面前 没有入口 没有藏身之处 结束了 这个词说 是将猎物从强大的人手中夺走 还是将合法的俘虏释放出来 耶和华如此说 连大能的俘虏都被带走 可怕的人也必被释放 因为我要与他征战 与你征战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我要用自己的肉 喂饱那些压迫你的人 他们要用自己的血如甜酒喝醉 所有的肉都要知道我耶 和华是你的救主 是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 他的含义是 因为当今世界充满了骄傲 所以他不听 即使别人比我们更好 他们也不会听 因为他们很强大 贫穷国家会从美国 俄罗斯或英国那里 得到想要的东西吗 不可思议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一个非洲国家会说 我将与欧洲作战 并与所有超级大国作战 但是很明显 所有现代人都相信这一真理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个真理将会逆转 怎么可能 是的 他可以 对于那些说不了的人 因为上帝有可能 注意 强大的俘虏将被带走 他们将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 谁是囚犯 被囚禁 在这个年龄段的霸会逃跑 这是事实 我的人 注意 您将在行动中看到真相 那些天天开玩笑的人 都在开玩笑说上帝的话 世界超级大国 您会不情愿地释放那些在地球上折磨的人 当您被大火吞噬时 当您要死亡时 您所做的将超出您的要求 在上帝敬爱的埃塞俄比亚面前 您将被除尘 您将被鄙视和羞辱 无论您依靠什么 成为您自豪感的一切都会立即像烟雾在您面前 因为 您正在与埃塞俄比亚交战 这是与上帝的冲突 审判的话语描述了你遭受的苦难的严重程度 他会吃掉你的肉 像喝酒一样喝血 这样 所有的肉都会看到他 那时您就知道埃塞俄比亚医学是全能的上帝 我的人 以赛亚的预言非常清楚地说明了 特沃德罗斯皇帝 埃塞俄比亚的复活将是什么样子 以及复活将如何进行 他站在您的门口执行 此消息发布后 全能的上帝命令所有动作都要采取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候 当大地被早晨和傍晚的虚假动摇时 在年轻人和老年人沉迷于电视的时候 一个覆盖社交媒体 YouTube上当前的问题 Facebook等 同时 问题皇帝 出发和到达的是一个大问题 考虑到当前局势和全球动荡 一些人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复活 有些人违背预言 试图取悦当时的统治者 有些人甚至尝试通过提供新内容 来从YouTube赚很多钱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顺服魔鬼 因为他们从主那里 听说他们的成就即将到来 他们非常努力地阻止人们 听到真相并误导他们 就像他们说国王在这里一样 引用各种预言书 有这么多的网页是谈论他的原籍国 他的目的地 他的出生地 正如他们所说 许多人提到英格兰发现的 Ficker or Isos一书 他们使人们感到困惑 随心所欲地解释他 因为谈话是现代人的实物 他听着谎言 混杂着一些真相 没有选择一切就听 因此 他感到困惑 叛逆的现代统治者和政府 以及对魔鬼的假先知的叛逆信念 他们试图歪曲这个真理 夸大他 并歪曲他 该担心世界 也是他们的司机魔鬼 前者蛇 龙 和假先知都深知这一点 他们了解真相 笔记 他们是谁的魔鬼统治者和统治者都在地上建立 谁是魔鬼已经拒绝了神 谁是魔鬼想要推翻全能神的国度 和谁打都让这个梦想成真 因此他们仍在战斗 对于他们来说 天空无处可去 他们被击败并被包裹起来 并扔在地上 今天 他们的尘土要塞即将倒塌 上帝的忠心仆人将荣耀这片土地 在这里 我们看到他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因为这个真理即将被吞噬 肯定是 但是 他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这是他们存在的终点 不仅 因为那些不信的人正在与创造我们和他们的上帝抗争 难怪 如果他们不知所措 因为神必在他们的土地上得到荣耀 这个真理将照亮黑暗中的地球 万物之主的荣耀应归功于他在地上和天上的公义审判 因为上帝是正义的审判者 因此 当图沃德罗斯皇帝被上帝的能力高抹时 黑暗的统治者将如何接待他 皇帝也知道他们不会以幸福的仪式接受他 黑暗与光明有什么团契 国王来实现了创造他的上帝的旨意 为上帝荣耀的名字守护着世上万物 因此 如果他们想销毁他 对他们来说必须这样做 反正 他们的斗争并不容易 魔鬼的智慧并没有消失 很明显 他设计了许多计划来摧毁他 因此 不要对混乱感到惊讶 当上帝的真理被启示时 所有黑暗势力就没有位置无止境 敌人大为不安 我的人 黑暗中的人会知道别人是否对他做了什么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随心所欲 这是事实 正如今天所看到的 魔鬼已经使世界完全黑暗 并陷入了罪悟之海 种族灭绝 战争 边界战争 宗派主义 宗教战争 众所周知 世界正在按照恶魔的计划 分为两部分进行斗争 因为他们服从他的旨意 所以他们服从他的命令 所有政府的愿望是 我将为民主带来更好的 和平与繁荣 撒旦的正义 您的方法最好这样做 不 那更好 因为他们是由恶魔以这种方式组织的 他们通过相互战斗已经到达这里数千年 当魔鬼使世界变得阴沉时 魔鬼的梦想生活得到了装饰 他的梦想实现了 正在推动数十亿美元 如果人类认识他的创造者 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行走 如果他爱并遵守他的诫命 那么他就进入了光明的世界 如果他了解上帝的旨意 如果他知道自己会从中得到什么 他真的很高兴能与未来联系起来 他会得到安慰 他将成为王国的继承人 并为大地和世界的祝福降临 知道了这一点 魔鬼就更加努力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他现在也在做 叛乱昌 今天人类快要死了 根据魔鬼的计划 人类的血液像洪流一样流动 没有中断 我们国家流了多少无辜的血液 有多少穷人死亡 有多少房屋被摧毁 有多少人死于饥饿和战争 有多少人被他们的种子杀死了 他的特瓦赫多 Torhido信仰有多少被粉碎了 您看不清楚吗 您看不到有老蛇 龙 假先知统治的 埃塞俄比亚政府 在满足魔鬼的欲望 摧毁真理之道方面正在做什么 无耻的政府 他接受了欺诈 欺骗和战术 喜欢好的知识 他的口黄油 他的心刀 这样的领导者 试图摧毁我们的魔鬼 已经种下了我们 有多少贫穷的埃塞俄比亚人 因种族而死亡 多少Torhido信仰被摧毁 我们有多少座教堂 被摧毁和烧毁 有多少人受到迫害 有多少成为阿拉伯玩具 为摧毁我们的国家 做了多少努力 为什么埃塞俄比亚成为一切破坏的中心 这是明确而明确的 老蛇 龙 假先知 骗子 加快了梦想的步伐 奔走 这是因为上帝授权的三位一体的奴隶将从埃塞俄比亚崛起 埃塞俄比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遗产 仇恨重重的埃塞俄比亚也宣布了我们敌人的死亡 埃塞俄比亚是上帝所爱和选择的 他一生尊敬他的上帝 一个全心全意的崇拜的人 他仍然在那里 这真理 这光 他使魔鬼被判死刑 埃塞俄比亚是三位一体的荣耀得以彰显和赞美的地方 那是什么意思 是的 三位一体的上帝 万物的创造者 万物的创造者 有形和无形的创造者 大地和天堂的创造者 爱我们并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主 天上万物都不断赞美他 大地和黑夜都应赞美他 当以上所有的生物赞美他时 只有人已经叛逆了 那是因为把在天上荣耀的魔鬼抛在了地上 不要否认和谴责这个叛逆的敌人 他拒绝了创造者 成为魔鬼的主体 由于他没有听取律师的意见或责备 因此已经有了坚定的判断力 完成之后 我们的Torhedo信仰盛行 像太阳一样闪耀 将创造一个亚伯拉罕三位一体 我们的厨女母亲 我们的圣妇 我们的母亲 为有道者受到称赞的世界 上帝圣灵将为其指引 就像永无止境的溪流一样 全能神的名字日夜受到赞美 三位一体的荣耀也将覆盖整个地球 他所爱的所有仆人都将身穿白袍 并与他一同的荣耀 这会发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提到上述单词的原因 埃塞俄比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遗产 是的 神圣的母亲 她的荣耀高高在天上 我们救主耶稣的母亲 女王 大地的女王上帝也将她所爱的埃塞俄比亚 作为继承的表述 埃塞俄比亚也是圣母 玛利亚荣耀的彰显和赞美之的 她清楚地证明 没有圣母玛利亚的带导和母性 就无法拯救整个世界 三位一体通过圣母玛利亚的带导 而给予了祝福 怜悯 健康和长寿 知道这一点的一代 这个胜利的一代也是爱德华的爱国 她趁她为我的母亲 她很清楚她的尊严 上面的声明向我们保证了这一点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 是的她是 全世界都鄙视她 您鄙视东正教Turhido 对她的上帝值得信赖的信仰 使徒和先知压碎了骨头 为她流血 全能的上帝所爱和尊重的信仰 您讨厌Turhido并与她作战 即使我们的敌人 魔鬼控制了整个世界 您也无法消灭埃塞俄比亚 因此 她坚定地站在你被烧毁的门口 相信她的上帝 并且一直保持着胜利 全世界都被囚禁了 据我了解 自从全能上帝选择埃塞俄比亚 成为世界之光已有十五年了 因此 我们始终在所有行动中都公开这个真理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的统治者 是的她是 获胜者 将以埃塞俄比亚为中心 通过埃塞俄比亚世界 照明政府统治世界 上面描述的真理将在魔鬼及其奴隶的坟墓上实现 因为这 魔鬼被激怒了 因为他证实了这个真理是真的 这是必须的 必须完成 会完成的 因为这是上帝的真理 因此 一定是 魔鬼和他的通奸者将去他们的坟墓 上帝的子民胜利的进入复活的世界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魔鬼 他在叛交中建立的信念 异教徒 天主教徒 穆斯林 学者 亚洲异教徒等 这使他们所有人都否认了 并使用了许多其他方法 世上没有一个人不为魔鬼 而为了粮食而卖掉自己的灵魂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已出售 他服从魔鬼 因为他的生活充实 他必须这样做 因此 上帝选择 尊敬并高 抹了他在地上的仆人来 履行他的旨意和诫命 为此选择的最好的物品 知道这一点 他们就位 他们正在等待他的命令 众所周知 我们的救主耶稣对使徒说 在您获得能力之前 您不能离开耶路撒冷 您必须佩戴能力 我将向您送来圣灵 宝会师 你们所有人都必须知道 受高和受命的上帝仆人 仍在等待这个命令 您应该知道 图沃德罗斯皇帝统治下 有三十九个国王 您应该知道 除了按等级划分他们之外 还有一些人被任命为 王子和王子 至少有三百名父亲被选 为带领埃塞俄比亚 TWAHEDO东正教 他们将由第一任父亲领导 他们已经准备好 并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直到他们接受了光荣的祭司职分 并获得了使徒的能力为止 世界必须知道 这些谁将穿越到复活 你必须明白 请注意 事实是 他看起来像这样 尤其是神的家庭 钟爱于复活之时 你很幸运 所以要耐心点 在听魔鬼不断的八卦时 不要被误导 并且不要浪费给您的机会 不能收集溢出的水 再次提醒您 请小心 在继续复活之后 在地球就会痊愈 我们马尔南的父亲和母亲将通过子女统治 当他们在天堂时 他们会看到所有动作 他们会因自己忠实的法官上帝的公义而欢喜 并赞美他 在全能的上帝将荣幸 他将统治 和他的仆人将他的衣服 他们将其带入他们的内心 上帝引导他们 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 他带领他们了解所有真理 在地球的任何一个空洞中 都不会有恶魔般的行动 他将被连根拔起并扔掉 在地球的各个方面 都会不断赞美上帝 他将被崇拜 他将感到荣幸 圣母玛利亚 圣天使长 圣烈士 贵族父亲的母亲将永远受到赞美 我的人民 这个真理已经来临 所以魔鬼会去哪里 听到这个最坏的消息 他要去哪里 神的家庭 我的人民 坚决支持你的盟约 关于图沃德罗斯皇帝的身份 提出了许多问题 许多作家都在歪曲历史 这将通过敌人魔鬼的手段来实现 他的工作是破坏信任 使人们充满怀疑 这样 除了目前本文所述的内容 没有人可以肯定的说 图沃德罗斯皇帝在这里 除非我们的一个兄弟 Teklechidon谈到他 Teklechidon说 他在11月21日西安 马里亚姆 Zion Merriam 假期在阿克苏姆 西安 Axam 西安 玛利亚姆 Kememem教堂前夕 亲自见到了图沃德罗斯国王 2003年 埃塞俄比亚日历 是的 他是唯一看到我的人 许多人出于诚意或出于好奇 而夸大其词 除了人类之外 还有一些使他像天使一样的人 我的人民 摩西 以利亚 大卫和其他人都是人 但是上帝统治了他们的生活 你们都知道他对他们做了什么 如今 他仍然意味着上帝所爱和任命的人 将遵行他的旨意 历代以来 上帝都养育了他忠实的仆人 使徒 先知 马道者恭敬的代表真理 并光荣地过去了 他们用自己的精神 力量与敌人作战 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奋斗的印记 今天 这个年龄长什么样 是的 多年来地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它的文明进步了 地球已成为一个村庄 有很多知识 我们的星球上到处都是建筑物 汽车和飞机 它正在通信网络上成长 它的待遇也得到了现代化 地球变窄了 所以它探索了宇宙 它用于所有这些活动的知识和智慧的来源是上帝 上帝已经将它交给了人类 三位一体并不为人类所做的美好事感到不满 但是 尽管万物的创造者值得赞美和荣耀 但以它的形象创造它的人却否认了它 它崇拜这个生物 魔鬼 它斥责它并建议它 当全能的上帝从一开始就颁布法律时 它警告人类 说 不要忘记我 不要去拜偶像 我是极度的上帝 我是烈火 当心 不要误入歧途 它有 为了不忘记并失去它 上帝一直以爱与顺服它的忠仆来斥责人类 这些忠实的仆人是全能神在不同时代中所选择的 它呼吁悔改 但是 您可以看到 没有人没有听 人类的骄傲比叛交更重要 由于它的知识 它的财富 它的技术成就 它的现代设备 它的房子 它的计算机 它的汽车 为身体建造的舒适设施 它悬在空中的卫星 喷气机 轮船 枪支 坦克 飞机 因为这一切使世界变成了村庄 它只是说 没有上帝 我不认识它 大帝被毁了 他们采取了非人道的行动 上帝谴责的一切行动 机间 同性恋 通间已遍布世界 所有这些加起来 否认上帝的魔鬼的梦想 取代了人类 上帝已被遗忘 相反 魔鬼 黑暗的统治者 统治着人们的心灵 上帝变得被鄙视 拒绝和憎恨 那个叫上帝名字的人 几乎灭绝了 在整个人类生活中 龙 古老的蛇 假先知都受到爱戴 倾听和崇拜 他们的印记在每个人身上 亚伯拉罕的三位一体 看到了这一切 所有人都必须知道 他的神性是火 嫉妒 大地和天堂对他毫无价值 这必须得到确认 而今天的判决正在付诸行动 在世界到达这一阶段之前 主告诉他 在当今时代之前 人类将被彻底摧毁 并否认上帝 他发生了 男人的自尊心蔓延开来 父亲 他们已经活着 并成为上帝 所告诉真理的见证人 他们仍在目睹这一点 真理之道 公义之路很窄 全能的上帝说 努力以这种狭窄的方式前进 宽阔的路很宽 一大群人将跟随他 那就是魔鬼通往黑暗的道路 这没有发生吗 是的 他对我的人民有帮助 因此 今天杯子已经装满 敌人的营地陷入动荡 大地陷入困境 没有和平 疾病和战争昌然 自然灾害变得司空见惯 但是没有人为 所有这些迹象感到震惊 相反 他被驱使毁灭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的信息 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情况 已有十五年了 宣布图沃德罗斯皇帝的到来 以及埃塞俄比亚通过其信仰战胜世界 这些信息敦促世界悔改 向开明的埃塞俄比亚世界政府投降 并要求创造者宽恕 没有人听到 他继续前进 并以此为荣 那么 该怎么办呢 因为事物有开始和结束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解释结束的开始 时至今日 魔鬼一直在努力扭曲善良的事物 使全人类无法接受上帝的真理 并将其作为神话 他确实做到了 人的长处和短处是他的肉 他确实尽一切努力满足了这个愿望 利用这种弱点 魔鬼能够将他带入黑暗 并打破了上帝的法律和秩序 长期的宣传小说 不切实际的希望 虚假的历史被宣扬为真理 亚当的大多数后裔都被知识包裹着 不知真相就去了坟墓 敌人的斗争 他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不敬钱的世代 他不相信 不寻求上帝的真理 并受到他肉欲的约束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创造他的人 他的创造力在于思考 权衡事物 理解 解释 他没有将他创造为动物 相反 他有尊严地创造了他 他赋予了他一种可以区分善与恶 黑暗与光明 以及洞察力的头脑 他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 当他命令 时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服从了他 他命令了 全能的上帝说 将您的决定交给您的决定 使您的思想 思考自己喜欢的事物的好与坏 黑暗与光明 他有 因此 您要承担责任 根据您的选择 在那里 您将根据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来进行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您理解自己的错误并悔改 我将原谅您 在其他字 你会在光明中行走 敬畏我 因为你信任我 你坚定地确立了真理 你崇拜了我 远离邪恶 拒绝了拒绝我的人 谴责了不听从我的人 因此你是我忠实的仆人 所以我爱你 我会奖励你 我会为你辩护 我会荣誉你 他对他说 如果您站在相反的方向 如果您恨我的忠告 如果您拒绝我 并感到骄傲 如果您使黑暗成为统治 如果您使您的上帝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如果您主张毁灭 如果您使您的腹部成为上帝 如果您鞠躬 为了您的智慧 如果你无视创造你的那一位 如果你无视我的诫命 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行走 审判将跟随你 因为您讨厌 并始终忠于魔鬼 审判将结束你 我是一位正义的法官 我会根据你的方式判断你 这是事实 在这个邪恶时代的过去十五年中 亚当的所有后裔通过提为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之光的信息 向所有人揭示了这一真理 有人告诉你 您没有听到 您被鄙视 您不想被保存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世界人口接近八十亿 这些 在我看来 据信 只有不到一亿人屈服于创造者的意愿 覆盖地球的所有人民都依附于魔鬼 他们迷路了 他们无路可退 正如神的话明确指出的那样 救恩的方法 真理的方法很狭窄 他说 争取进入这种狭窄的道路 但是黑暗的道路很宽阔 许多人将在其中行走 但他们会灭亡 他们会失败 这是事实 我的人民上帝是守时的 他是遵守并履行诺言的那一位 今天 经过几千年的耐心 他已访问了地球和亚当的后裔整体 与他的母亲 圣母玛利亚一起 并已称众人类的进步和破坏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他根据人心的力量 真诚和温柔 以及因此而悔改或不悔改 来肯定自己的判断 因为事实是人充当了他的选择 因此 他下令执行大天使 完成此决定和命令后 您将看到周围世界的状况 您一定会看到世界上将发生何种破坏 他封印了所预言的一切 他封印的一切 他所爱的一切 以及他所认可的一切 对于那些服务最前沿的人 那些将要遵守清律的人 他受命 受高 威严 他将投官带在所有被任命为受高者上 从首任仆人图沃德罗斯皇帝开始 他们的力量也已准备就绪 他们出现时将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 已经做好了准备 结束了 超过 这 概述了特沃德罗斯皇帝的身份和处境主题 赴十二年前 即2001年3月19日的埃塞俄比亚日历 在消息三 第8788页中进行了描述 但是今天 我对那些听不懂他的人重复一遍 即使在关于特沃德罗斯皇帝的情况下 此讯息三也清楚地描述了整个政府体系 我今天向你保证 世界上将有二十一个王国 二十一个国王 一个皇帝和十八个国王 处于不同的职位 所有政府 都是牧羊人的始祖 都在埃塞俄比亚设中心 他们的中心将建在这里 世界领先的埃塞俄比亚 这将是一个心爱的 幸福的土地 一个舒适的土地 埃塞俄比亚将统治世界 全世界将向埃塞俄比亚征税 他们藏在他光荣的统治体系的阴影下 埃塞俄比亚主义将是一件 伟大而昂贵的礼物 您可以在一场伟大的精神斗争中实现 特沃德罗斯皇帝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 特沃德罗斯皇帝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 特沃德罗斯的儿子 正如他在所有来信中所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贫穷 悲惨 没有受过教育 毫无价值的人 还有那些水感到困惑他的竞选 显然 有些人很难接受 由于多种原因 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是特沃德罗斯 这是什么在未来保持从德道公众 一切都会消失 在这段时间里 你能解释你认为和相信的样子那样的 现在就不多说了 在皇帝和其他父亲都在这里埃塞俄比亚 从首都开始 他们通过出于不同目的在全国各地迁徙来监视局势 启示之时 图沃德罗斯左右两侧的第一和第二副代表国王的头衔 仍在协助他 并与他一起工作 在国王的头衔中 还有37个人 在圣灵与上帝的团契和统一中 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提供帮助 如果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一件事 只要有现代的交流 在T-E-L-E-G-R-A-M 约翰福音二十页上 将广播所有事件 在这里 皇帝和国王的声音被听到并被揭示出来 此外 埃塞俄比亚传达的世界信息也显而易见 该电报只要可用就有效 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是公开承认埃塞俄比亚 图沃德罗斯皇帝和他的臣民 以及埃塞俄比亚东正交交会的 伟大宗主交复活的唯一途径 如果您还有其他真理 我们敦促您继续 审判者和审判者将在天上 注视着所有人 审判和秩序将一同显现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反对我的人 我没有任何抱怨 我今天和明天所说的只是 为了表达我的上帝教导我的真理和真理 所以我最少 我认为你们在各个方面都比我强 但是由于我不明白他选择我的标准 所以所有人都应该向万能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问 您会找到答案 我这样说是为了避免您绊倒 当大卫王被全能的上帝拣选时 撒姆尔使他困惑 就像他不讨他的哥哥们一样 但是主回答撒姆尔 向他保证神看见了内心 而不看外表 众所周知 主从被鄙视的地方选了先知 特别是使徒 我在工作中没有为上帝做任何事 我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取悦上帝 我想他只是以为我是一回事 我爱创造我的上帝 就我脱离最严重罪恶的上帝 使我为人类的上帝 我全心全意地爱我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我知道的另一件事是 我什么都没有取悦他 这是事实 所以 对于那些问问特沃德罗斯皇帝身份的人 对于那些对朋友和仇敌感到困惑的人 我已经做了一些尝试 使您意识到上述情况 当时记忆成熟时 您将清楚地看到他和其他人的身份 您只需要有耐心 我想确保你的一件事 您也许还可以在我们儿子打开的 名为约翰20的启示的电报频道上 听到所有真相 所有消息都是我们描述的一部分 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在痛苦的负担下结束 我们将寻求另一种方式 到那时 我们不会被打扰 但是被盗者将被打扰并且将无法躲藏 另一个问题 有许多人自称是特沃德罗斯皇帝 他们说话太多了 我也听到了 除了惊讶之外该说些什么 当然 我认为耐心等待全能的上帝和圣母玛利亚 皆是每个人进入光明的本质事件好事 对于那些渴望真理的人来说 这就是真理 正如我们宣布的那样 您可以在我们这里注册 因为我们相信他 所以我们已经注册了想要的人 持有身份证的人也做得很好 因为您将其用于维修 所以您会按时使用它 我想向您保证 上的签名是我的 除了在第九条消息中 知道的我的签名之外 您还将找到我两个兄弟的签名 这是因为我希望您知道 并向您保证 在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领导 下发出的这一信息 我的两个兄弟都处于国王头衔的 第二和第三等级 我向您保证 在我们三个人的同意下 在圣灵上帝的同意和命令下 他已经出来了 所以 我们已经揭示了知道真相的问题 这是当今人们的思想 对于那些寻求皇帝身份的人 我们试图解释答案 因为这是时候了 我们已经明确了 因为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 当你告诉他光的时候 那一代人宣扬了他黑暗生活的伟大 这是覆盖地球的一代 我们试图告诉他真相 但是 如果您试图唤醒他 那似乎已经睡过的他将不会被听到 因此 我们不在乎最终判决的问题 如果他直到死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将选择沉默 因为白天和小时在我们面前 当大火覆盖他时 他站在哪里 他将以何为骄傲去哪里 让他知道这一点 最后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身份或背道 只因不相信或夸大其词 除了我们今天向您解释的内容之外 所有声称是真实的人 都可以继续这样做 当然 当您看到真相时 您应该理解 就像您不服从上帝一样 全能上帝和圣母玛利亚 也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有一个很好的理解 耶和华如此说 倚靠人 使毕肉 脱离耶和华的人 必被咒诅 耶利米书十七从五号开始 但你终日要惧怕耶和华 当然可以结束了 你的期望不会被割断 真言二十三 从十七到十八 打开门 守真理的一民就可以进来 你要使他保持完全的安宁 他的思想一直留在你身上 因为他信靠你 你们要永远倚靠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是永恒的力量 以赛亚书二十六 从二到四 阅读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的整个内容 因为这个人用嘴巴靠近我 用嘴巴尊敬我 却使我的心远离我 他们对我的恐惧 是由人的训诫所教导的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号 正如您在以上所有四个词中 看到的那样 如果您今天告诉他们 他们不会听 自称是命令的父亲 主教 老师 学者 教父们代替了圣言 对我说 那些谁做这已经成为阻碍优秀的人才 有些自称是父亲的人 对我们一无所知 也没有阅读消息 却深感内covered 谴责我们讲真话 我们了解到 他们谴责了年轻人 他们误解了一切 使他们远离事实 他们甚至返回那些 已经在我们这里注册 已获得ed的人 这些将使他们将来 能够在埃塞俄比亚世界 照明政府中任职 那些这样做的人 我们决定将他们 移交给撒旦和他的军队 我们没有耐心 决定不将ed返还给 返回ed的年轻人 由于已在我们这里注册 因此可以在一个月内将其从注册中删除 因此他们应该知道 如果他们在一个月内不向全能上帝提出申请 便可以通过要求re 毁而将其取消 您 政治和信仰为您混合了 假信徒 你们把光变成黑暗 把黑暗变成光明 注意 上帝不会被嘲笑 他不是一个政治赌博 对于那些不知道真理的穷人 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你只知道h是名字 没有凭信心进行的谈判 首席学者埃亚洛 塔米鲁 阿尔鲁 保持圣职无瑕疵 是埃塞俄比亚东正教 Turhido教会学者会议的最后主席 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他精通我们信仰的教义和教条 当时发现一所空房子的阿巴 保罗阿巴波勒 推翻了主教会议 并批准了使自己超越圣灵的法律 目睹当时教堂倒塌的首席学者阿亚洛 塔米鲁 阿尔鲁 谴责了先祖和签署该法的主教主教会议成员 他们束缚了圣职 为什么 他们已经成为偶像崇拜者 结果 他们履行了义务 那么 我们的教会如何在不触犯法律 并采取行动反对谴责的情况下得到医治 在这一刻 在组长的行为是驱逐 并暂停首席学者 实际上 应该禁止牧手 他们解雇了真正的父亲 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 这种破坏仍然在起作用 没有改变 结果 我们教会的所有传道人都受到了谴责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内 也没有纠正他们 所以你不能祝福任何人 对于那些知道这个事实 并说这不是问题的人 他们将来会看到结果 魔鬼创造的信念 天主教 异端 伊斯兰教 瓦克塔阳乳酪 神道教 道教 儒教 印度教 西克教 巫术 巫术 所有偶像崇拜 安典 安高都得到了审判 没有办法靠近他们 他们都否认上帝 将信仰与政治相混淆是严重的罪行 根据这第九条信息 在以下决定 命令 指示 条件中首先是作为人民 政府和个人而定的人 第二是那些作为人民 作为政府和作为个人而安息的人 第三位是作为人民 作为政府和作为个人受到严惩的人 我们将在三个类别中列出国家 第一步中包括的国家美国巴比伦 英国 法国 中国 埃及 德国 印度 伊朗 沙特阿拉伯 意大利 韩国 以色列 俄罗斯 巴基斯坦 加拿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澳大利亚 西班牙 土耳其 日本 印度尼西亚 迪拜 以及消息巴中所述的那些在第一时间被迅速清除和清理的人 吉布提 苏丹 厄利特里亚 肯尼亚 索马里 卢旺达 布隆迪 乌干达 乌干达 坦桑尼亚 中非 乍德 喀麦隆 埃及 加鹏 几内亚 赞比亚 安哥拉 这些是第一个与上述国家一起清理的国家 第二部中包括的国家巴西 南非 阿根廷 黎巴嫩 伊拉克 阿富汗 缅甸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老挝 尼泊尔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台湾 斯里兰卡 尼日利亚 尼日尔 古巴 尼加拉瓜 威地马拉 萨尔瓦多 哥斯达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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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拿马 海地 哈马斯 科威特 卡塔尔 阿曼 巴林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苏门达拉 法蜀龟亚纳 厄瓜多尔 毕鲁 巴拉龟 乌拉龟 智利 波利维亚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叙利亚 菲律宾 阿尔吉利亚 和整个西非 第三部中包含的国家 此列表中包含的国家 未在上述第一和第二类中列出 他们看到了他人的破坏 最终被包括在内并被扫除 笔记 消息三 消息五和消息八中提到的国家 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都将包含在判决中 正如日免病毒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一样 没有一片土地不会被愤怒和怒火席卷而去 当然 那些声称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很强的人首先将被最坏的人所消耗 其中一些将完全消失 不会留下任何历史痕迹 当您理解此消息时 您可能会觉得事情重复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重复进行此操作是为了避免危险 因为它涉及许多新的判断 这是因为您的破坏令人恐惧 正如您在历史中所听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落人员和财产 并没有给其他人以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 世界并不希望它来临 这是一场恶魔希特勒发动的战争 当时 并非所有国家都能逃脱战争 他们已经输入了 数以亿计的人死亡 许多财产被摧毁 从那以后 战争减少了 所有这些并非没有道理 这是一个人在上帝的愤怒显现之前 悔改和得救的机会 因为人类已经破坏了 他与造物主的关系 但是迷路的一代 把他所有的信息都当作神话 如果耐心和劝告导致否认 如果爱和耐心没有结出果实 为什么很难摧毁 正如创建时一样 您将崩溃 您鄙视主人 并试图移动他的篱笆 因此 您将被连根拔起 清洗并变成灰尘 这是事实 如果您喜欢他 听听他 如果您不喜欢他 您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永生 另一个是 有些人试图通过扭曲我们的话语 并赋予他们政治含义 来误导上帝的子民 在这些声明中 上帝不需要身体地支持这一声明 无疑是我们透露的 另一方面 在我们的音频课程中 我们建议他捍卫自己和他的国家 以免受 信仰对其国家造成的威胁和破坏 今天我们在此消息中重申这一点 为什么 当我们说全能者不需要身体支持时 我们是什么意思 请注意 当一个人手持武器时 他无法帮助上帝进行身体上的准备 以履行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应许 让我们举个例子 当以色列人叛乱时 他们带着西安带着神的约会 与非力士人作战 却不和解神 在战斗中 他们与西安方舟一同前进 如果您相信他 保持您的圣洁 悔改 并请求他的意志进行战斗 上帝就会帮助您 然后您将击败您的敌人 知道这一点的以色列人 他们带着约会 但他们没有回来 他们离羞耻不远 他们高傲地出去了 他们被非力士人击倒 西安方舟被捕 西安去的地方没有以色列人 非力士人看到他们的偶像屈服于西安方舟 不仅如此 上帝还以极大的疾病和瘟疫袭击了巴勒斯坦 非力士人感到震惊 并决定归还西安方舟 他们用奶牛架上一辆战车 把方舟放在上面 然后送到以色列的土地上 当方舟到达以色列国时 消息传到了当时的大魏王 当奶牛在路上拖拉他时 似乎是在扔方舟 正是在这个时候 一个叫OCA的农夫伸出手来支持方舟 上帝的灵力刻机中了他 死了 我的子民 我们必须明白 上帝不需要肉体的支持 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但主并不需要我们的身体支持 但是 如果我们以真诚 re悔 公义的生活和可信赖的心 寻求他的帮助 他将对我们有帮助 我们有权捍卫我们的国家 并有权捍卫我们的信仰 当侵略者像意大利一样侵略我们 像一个反对我们的信仰 并掠夺我们的国家的入侵的敌人时 我们必须坚持要求全能的上帝的帮助 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信仰 即使我们今天没有白人敌人 我们也必须像Abum Petrus一样 与他带来的邪恶作斗争 Abum Petrus持枪作战 当他们被捕时 他们被圣职权威谴责 他们因其真实性而麻难 这是我们的信念 今天这一代人卖掉了他的国家 信仰和旗帜 他是异教徒 天主教徒 穆斯林 恶魔一城的承担者 Words夫 骗子 欺骗者 种族主义者 巫师 白人信徒 因此 按照今天的判断 他将被宰杀 令人惊讶的是 他试图批评我们 如今 已经失去信仰的一代 国家 旗帜 将以什么标准向我们释放舌头 水毁了教堂 并卖给了魔鬼 您将看到您的判断 你不会用舌头得救 上帝知道你的心 因此 每个真正的 Torhedo孩子 都应当捍卫真正的Torhedo信仰和他的国家的旗帜 白人或黑人 无论他是否是公民 如果他对您的信仰 您的国家和您的国旗怀有敌意 您可以为他辩护 因为这是您的自然权利 过去 当我们上学时 我们的体育老师曾经为我们举办过 一场没有冠军的比赛 比赛是将鸡蛋放在汤匙上 并用牙齿舀住汤匙的手柄 即使在四分之一的时间内 也没人能和平地送出鸡蛋 没有人可以坚持 一旦鸡蛋消失 鸡蛋就会掉落 它将被打破 我举这个例子是有原因的 众所周知 我们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领导人 他是一教徒 像伊斯兰教一样 没有埃塞俄比亚的身份 是最佳演员 伪装者 没有现实的梦想 就像梅莱斯 泽纳维·Melsenoy一样 他只遵循努力维护自己权威的手段 我们看到他们将功率放在勺子上 用牙齿握住勺子并运行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看见远方的人将在附近休息 您很快就会看到 俗话说听一个人说话 另一个人也说话 TPLF垮台了 是的 这就是上帝的审判 您没有自愿参加战斗 你的想法是假装保持自己的力量 但是他们强行将战斗带给您 悲惨的阿姆哈拉Emperor 您恨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公民 因为他的信仰和爱国精神 他暂时保持了你的力量 明天会有另一个问题 毫无疑问 任何反对埃塞俄比亚 特瓦赫多 信仰和旗帜的人都会被羞辱并告别 还有这个 除非您鄙视他 否则您会知道上帝知道您内心的想法 众所周知 没有根据您的舌头做出决定 您将根据自己的想法和信念付出代价 骄傲与邪恶 叛交与蔑视 种族主义与阴谋与权利相结合 我们相信 对于这样走过的人 他会立即灭亡 这是上帝的公义审判 我们想解决当前正在辩论的一些问题 1988年埃塞俄比亚日历 在埃塞俄比亚 Turhido东正教教堂 当时的政治变化带来了新的变化 当时 TPLF罢免了教会的先祖 Abba Mercurius 他们使他们被驱逐出国 随着订单和威胁 Abba P.O.L.S.是从国外召见 并抓住了男性权威 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之后 违反了祖先的界限 违反教会主教会议的法律 任命自己代替圣灵 他们拒绝了会议长 关于对上帝和圣灵负责的主张 并且使会议长对组长负责 该法律今天仍然有效 首席学者 E.L.Tamiru 是教会学者理事会主席 他们的工作是防止此类虐待 并防止教会偏离Torhido信仰所设定的界限 当时他挣扎很多 但没人听他们说 因此 他们谴责了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组长 及其主教会议 Abba P.O.L.S.从学者委员会主席处解雇了 首席学者E.L.Tamiru 当我们看到谴责这个词时 他说 也许您没有阅读或理解法律文本 受各种支持者操纵的人 超越 他们说 依靠他们的权威 我们不会听教会的问题 主教阿巴 鲍洛斯Abba P.O.L.S.犯下了这一罪行 阿巴 杰里玛Abba Jerima 以三项任命的名义行走 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 用我的主上帝的话说 你被捆绑在地上 也将被捆绑在天上 我谴责圣府 圣子和圣灵的权威 圣图比德和保罗 圣马可和阿巴 克洛斯 阿巴 巴西里奥斯和阿巴 西奥菲勒斯 以及正义的阿布恩 特克勒海曼诺特 泽德布雷 利巴诺斯的话 即使我有罪又软弱 我也是 牧师维尔德 吉尔吉斯 我谴责我的话 所有接受并适用 该法律的人 像阿里乌斯 阿里乌斯 马其顿 麦斯多尼亚 内斯托里乌斯 弥斯多尼亚 弗拉巴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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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尔斯顿 超斯等 及其追随者 受到谴责 我被上帝 坚不可摧 我被上帝坚不可摧的力量所束缚 赞美府 子和圣灵 阿们说 我已经交付的顺序 我已经从我的神所吩咐的 我已经完成跑步了 现在由您和政府来承担责任 我的见证是上帝和天地间的圣天使 这种谴责尚未引起 教会没有纠正他所打破的腹系界限 今天 他继续遵守保罗 奥斯 科尔斯的法律 购买并阅读 由兄弟出版的 有关谴责的书以未解决的谴责为标题 说实话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掩盖事实 我们不会掩盖将冒犯的数以百万计的事实 相反 我们说的是真理和光明 数字对上帝无关紧要 但是上帝在乎那些支持真理的人 请注意 我们被称为我们的名字 埃塞俄比亚 是世界之光 不要着急记住先知以利亚 独自一人为真理站着 以色列 埃克和埃兹斯波人民的领袖 众祭司崇拜五位我生 Zabu我生 他们没有逃脱上帝的审判 他们也是如此之多 反正 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的家庭 有关谴责和其他问题的问题 近时和由衷的祈祷向上帝求婚 毁灭的道路很宽阔 有许多人走在其中 真理的道路是狭窄的 很少有人走 这个词说 力争进入狭窄的道路 我们上帝的家庭 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在埃塞俄比亚 为世界的光明而奔波 不受情感的指引 上帝借着圣灵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的世道 这是我们的特瓦赫多东 证教信仰 我们的前辈在此信仰中 得到了肯定和出力难 因此 对于某些遵循将黑暗 与光混合的策略的人而言 检查自己 我们对您说 问您的创造者 关于我们所说的圣徒联合会 或Mabear Kidusan机构 所说的真相 我们没有人要告诉我们 真正的信徒 应该告诉别人纠正 他们的黑暗行为 在我们的任何声明和讯息中 我们都不会没有证据而说话 他们中可能有好事 我们没有说没有 以前的工作很努力 我们知道这一点 今天的 他们真的穿鞋了吗 上帝认识他们 我们通过我们了解的事实 认识他们 另一个 只有上帝和他的仆人认识他们 那些谁是上帝 在那里选择他们 现在和谁正在等待好日子 现在这不是一个要关注的问题 由于巨大的火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每个人都出去道光 那么我们看到所有的命运 谴责绑在谁身上 显而易见 在群众活动和所有礼拜中都提到了保罗神府和马蒂亚斯神父的名字 并且 目前适用谴责法律的宗教会议也受到谴责 因此在每次祈祷中都提到其名字的神父和执事会受到限制 我们必须说实话 这是我们的牧养工作 今天我们不是基督徒在做这些活动吗 这个问题出现了 我们了解他 我们不是在说一个不了解和理解这种谴责的人 我们没有说为什么你不知道 根据他的无知 审判属于上帝 今天我们已经揭示了真相 一旦他知道这一点 他将承担责任 我们今天无法解决这种谴责 我们在教会中没有牧羊人的位置 当我们到达时 毫无疑问 俯权法将得到恢复 我们不仅会返回 而且服从上帝的劝告 指示和指示的祖先的团结将是完美的 上帝所有的仆人将由圣灵带领 不会背离他的旨意 我们听到许多有关勤勉的律师和属灵协会的评论 他们可能是真诚 无知和缺乏经验的 因为耶和化简选使徒时就看见了他们的心 每个人都鄙视使徒 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的选择 当然 有一些恶魔的仆人 我们知道有 即使他们留下来 也是为了他们的破坏 即使他们走了 这也是他们的命运 但是由于他们的勇气 他们会付出代价 至于一人 毫无疑问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将通过上帝圣灵的教导和指导 而完全成为人类 我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 我认为如果您阅读了有关第九条消息 为何今天出现的问题的消息 您将会理解 他与其他书信的不同之处在于 他广泛地传播了信息 并拥有最强的决策 前提 方向和命令 一遍又一遍地听消息 仅阅读一次就很难理解 您只能通过阅读来理解 上帝的家庭 对此消息陌生的人 尚未听到此消息的人 我们感到抱歉 因为您来晚了 内心与造物主亲近 悔改 将自己的一切归还给上帝 因为没人知道上帝的呼哨 在圣母玛利亚 圣烈士的帮助下 大天使们热泪盈眶 迅速离开了世界 异教徒 天主教徒 异教徒 巫师 穆斯林 东方异教徒 受高者 安典 同性恋者 以及所有种族主义者 在我看来 所有这些人都不会从 即将到来的全面行动中幸免 上帝的恩典和旨意 可以拯救你 我不知道 那些相信埃塞俄比亚 世界照明政府的人 您是否已注册 由勤勉的律师召集 由精神悲协会召集 已注册何谓注册 准备销毁时 要立约的迹象 看毁并准备好 如果您有钱 那就用它做好事 那些没有钱的人 要尽可能地做好准备 上帝和圣母玛利亚 会弥补你的缺点 我的父亲 母亲 兄弟 姐妹和孩子 住在旷野的人 根据上帝的劝告 自己做好准备 不要以为还有另一种 表达真相的方法 如果不是全部 我们已经给了您基本的事实 报定自己对上帝的 爱与圣母 天使长 圣人和烈士 愿上帝使你对万事万物有所了解 您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紧急声明的声明 我们希望您知道 该声明是三位一体下达的声明 是在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授权下发布的 因为亚当的所有后裔都会在他们面前看到他 他们读或听这是一个好习惯 最好将其翻译成任何语言 每个人都能听到 如果有机会 请翻译它 但是 当您这样做时 您将把约翰二十起是鲁电报频道的管理员 发送给我们的儿子 我们将看到他 然后您可以将其取出 由于时间短 那些您有机会 请尽快做 发行没有限制 您将在下面找到该公告 全能神的话告诉我们 有福的是 在恶人的计谋而行 不识人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作谢再慢人的座位 他的喜乐却因耶和华的律法 他在律法中昼夜沉思 他必如在水河边栽种的树 在他的季节皆出果实 他的叶子也不会枯萎 他所做的一切都会繁荣 不敬钱的人并非如此 而是向风吹走的坑壳 因此 不敬钱的人不应站在审判中 罪人也不应站在正义的教会中 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 但不敬钱的道路必灭亡 诗篇一整章 赞美是亚伯拉罕的三位一体 可他们的名字荣耀 赞美是圣母玛利亚 我们的母亲 愿她的名字美化 消息就到此结束 三位一体的奴隶和圣母玛利亚 数213分之4 2013年12月21日 埃塞俄比亚日例 2020年12月30日 欧洲日例 紧急宣布全人类 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政府 A Watch A Watch A Watch 在阿姆哈拉语中 指的是宣告全人类来访 并接受什么的公义审判的时候到了 那些准备好并悔改的人 今天 全能的上帝记得那些 坚定地坚持东正教 To Ado信仰 并保护自己 免受世界污秽之害的人 以他们的父亲为代价 在这个地球上 他们将得到补偿 被爱 得到安慰 也被要求参加晚餐 所以请听 埃塞俄比亚被全能的上帝铭记 他以艰苦的努力赢得了胜利 听 亚当的所有后裔 仔细听 介绍 几千年来 统治着世界各国的 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 为自己的权威和他们所说的 我的国家而站起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受制于魔鬼的想法和计划 他们增战斗 杀害了如此众多的人民 而且彼此也进行了战斗 当这一切发生时 我们今天在这里 在整个过程中 所有政府处少数全能上帝的仆人外 都通过战斗 杀死和屠杀上帝的子民 教会的真实信仰而成为历史 天堂里的圣猎士们 由于流血而一直 并且仍然在寻求上帝的公义审判 耶和华告诉他们留下来 把杯子装满 但是今天杯子已经满了 主今天在这则信息中 表达了他的公义审判 据此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和其中的内容是 由主要演员人类组成的 由于邪恶和不洁的无法挽回的破坏 必须彻底改变 使情况恶化 由指使罪恶 邪恶 骄傲和叛交的播种 大地被毁了 所以决定将其烧毁 取而代之的是 决定整个世界都应在 埃塞俄比亚的光明国度下统治 而且是陆第20章 所预言的为上帝子民安息的时光 应在地上实现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 大屠杀上帝子民的原因之一 听 人类 听 亚当的后裔 听 覆盖整个地球的政府 听 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机构 听 偶像崇拜 种族主义 听 巫婆 那些吸引魔鬼并从事巫术的人 听 树和核的崇拜者 听 屠杀和屠杀的主人 听 那些披着信仰的斗篷 互相呼唤师父和师父的信仰商人 听 您 为商务和您的胃口改变了上帝的道 听 你们崇拜您的知识并比是其他信徒 听 你们说谁 除了我们 谁也说不出关于上帝的话 听 你们仍在攻击耶和华的伤口 并说没有我们上帝将无法呼吸 听 你们努力像命令上帝一样大胆地关闭人类的舌头 听 骗子 欺骗者 傲慢 残忍的所有人 听 伊斯兰教 新教徒 天主教 宗教改革 您把偶像崇拜当作心中之王 听 同性恋 听 是的 听 那些使自己成为奸淫的人 听 你们所有人都公开和秘密的崇拜前蛇 龙 假先知 听 听着 你在地球上的生活结束了 结束了 听 听人类的话 您的判断一直遵循到现在 但是将会发生并执行给您 你没时间没有吸引力 您所有的机会都已耗尽 千禧年统治结束了 决定生活在亚当统治下的亚当的所有后裔都应由上帝的公义审判 因此 所有覆盖在地球上的黑暗将被消灭 而地球将被光覆盖 这就是你的想法 大地要医治 在这大灾难中忍受的上帝的真民将得到安慰 我们的祖先和母亲在天上享受上帝的公义审判 他们的子民要在圣灵的统一中得到荣耀 一种信念 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爱护和忍受世界正试图摧毁的东正焦特瓦赫多信念 他赢了 并已播种 东正教宗教注定要统治世界 他即将以光辉的事工覆盖大地 拥抱那些注定要复活的复活的人 听 继续听 仔细听 与您的父亲 魔鬼 古老的蛇 假先知 以及覆盖地球的朋友下地狱 魔鬼将去他的监狱或地狱 决定您还要下地狱 在那里您将受到审判 听我说 听 遭受魔鬼的你 再见 安慰之后 在审判日结束时 您将看到我们 与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父亲耶稣 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和我们至爱的圣天使常一起 在上帝审判席位的右边 听 当您走上通往地狱的最后路途时 让我最后一次告诉您 您会看到自己站在主审判座位的左侧 被扔进火里 那天将是最后一天说再见 在那之后我们将再也见不到您 你必须去经历那永恒的折磨 直到地狱的大火 我们也要进入亚伯拉罕三位一体为我们准备的天国 我们永远像星星一样闪耀 我们将像天使一样 永远赞美他的荣耀 但是 您不会听 因为您从不相信 因为你的内心充满了怀疑 当然 当我们告诉您时 您会笑 并为另一场灾难做好准备 但是听 您完成了时间 大公告成 所以 宣告结束了你和你父亲的魔鬼 紧急公告是什么意思 当今世界上约有205个国家坚定立场 他们都按照自己的宪法统治人民 埃塞俄比亚人民 到现在仍被这不奇怪的宪法统治了30年 欺负法则 根据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命令 我们正遭受他们所撒肿的撒旦政权的折磨 这使我们当时被魔鬼选择的马匹TPLF或WEYAME统治 众所周知 我国由于这一宪法而处于动荡之中 全世界都同意 现行宪法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 但是 如果发生人民起义或各种敌人 他们想推翻政府 政府为捍卫自己和恢复秩序 而采取的最后一步是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紧急宣布 因此 该政府 尤其军队 警察和安全部队控制或摧毁所有对立部队 也将被捕绳之以法 但是今天 您在这个紧急宣言中看到的 与您已经习惯的有所不同 听 亚当的后裔 说什么不同 您知道的紧急状态是拯救一个国家 及其政府的一项行动 当一个国家处于动荡或无法应对自然灾害时 该政府将崩溃 那时没有保护 没有动静 这将是克制和克制的生活 就您所知 这是一个紧急声明 但是我们今天的声明是不同的 宣告起源于您已经忘记或被上帝宣告的全能上帝 这是看不见何处动的 他创造了你 他创造了大地和天空 他创造了有形和无形 他创造了亚当在地上的后代作为他的形象 在您留在地球上之后 像他荣耀周围的星星一样闪耀 以荣耀他的名字 他爱你 所以种下了你 什么回答 您如何回应他的爱的召唤 因为他拯救你 并在生活中 他为你付出的价格 什么你为此付出代价 您如何回应 一直等待您数千年的上帝 将您聚集在他对拯救您 并使您摆脱所有麻烦的那一味的完美爱中 是的 你完全否认了他 您知道自己的立场以及生活方式 您的蔑视 背叛 猥毁 叛逆 毕竟 您知道您已经创造了魔鬼 您的创造者和您的上帝 您对上帝的最后忍耐已经受够了 因此 即使我们没有看到他 我们也确实在信仰上看到了他并生活在他的爱中 我们知道 审判将被揭示 我们将因我们的信仰而得救 他对我们并不陌生 但是我们已经相信这是可能的 因为他是一位忠实的上帝 今天 这已经发生了 即使这个声明已经传到您的耳中 您仍然不相信他 当然 此消息将在世界范围内听到 您 失去的一代仍然不会听 由于COVID-19病 您已经知道自己遭受了多少痛苦 您仍然说我将为此接种疫苗 记住第五条消息中所说的内容 它会说出许多病毒 不只是COVID-19 那你的苦难什么时候来了 它只是向您显示了破坏的开始 如上所述 这一宣告与您属世的统治者所做的完全不同 有什么不同 首先 授权宣告的是全能的上帝 他创造了天地 谁被命令宣布该宣言 是的 他忠实的仆人通过签名和鲜写来表示认可 您很快就会看到 领导埃塞俄比亚世界的三位一体的第一批奴隶 在早晨起伏的阳光照耀下 发光着政府 我们的宣言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这是不一样的 你来 是什么一个紧急状态 您和您的同事知道 宣布由政府 这是他们在军队或其他方面为 满足其需要所做的工作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它是由上帝创造了您 我会再次重复 这是上帝发布的宣言 上帝拥有一切力量 包括死亡 上帝应许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释放出来 使那些在法老暴政统治下的人 从埃及土地上解放出来 信守诺言的上帝派遣了他忠实的奴隶摩西和亚伦 来释放以色列 然而 当时在困扰埃及人民时 法老坚强了心 不听 当他通过摩西讲上帝的道时 有人说 放开我的子民 为他们服务 固执的法老王尽管一再狂妄自大 却走到了他最后的愤怒中 埃及土地上长子死于所有人和动物 法老的房子充满了死亡 法老无法应付这种情况 法老变得如此害怕以色列人 于是他给了他们金和珍珠并释放了他们 今天 上帝重复了他的各种惩罚 当他建议并斥责整个世界时 没有人听 15年来 上帝一直警告他的奴隶 从他心爱的东正交特瓦赫多人民手中夺回他们的手 但是全世界他们没有听 因为魔鬼控制着整个世界 包括亚当的所有后代 他们说 他们不会因埃塞俄比亚的特瓦赫多信仰而内 他们使他遭受的痛苦更大 因此 世界从未陷过 听到过或期望过的苦难已经来临 因此 命令来自全能的上帝 公告执行什么 他从何而来 谁执行 他的目标是什么 一 宣告执行什么 这项宣言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叛逆的世代 他会作用于那些无神论者 不敬钱的一代 相反 他将在世界范围内种植正统的特瓦赫多信仰 他的信徒将继承地球 因为他们在地球上几个世纪以来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多的苦难 埃塞俄比亚将成为世界之光 大地将附葛着公约的光辉文字和公约的绿黄红旗 被尊敬的话如下 埃塞俄比亚 是皆是何赞美三位一体荣耀的地方 埃塞俄比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遗产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的统治者 这些短语在地球的各个方面都将得到崇高和荣耀 上帝的名将在全的不断被赞美 圣母玛利亚 圣天使 圣烈士以及我们的父母也将感到骄傲 而公告来自哪里 源头是全能神的旨意 上帝忠实的仆人和奴隶 那些上帝拣选他们说出并宣告 他的旨意的人都彰显了这一宣告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光明政府揭示了这一点 上帝决定让他的仆人统治整个世界 三水执行宣告 至圣大天使将执行这一宣告 他们如下A 大天使圣 Michael B 大天使圣 Gabriel C 大天使圣 Rafiode 大天使圣 Fanui 大天使圣 Raguo F 大天使圣 Uriogi 大天使圣 Sakuo H 大天使圣 Aphinoi 大天使圣 Zadokio J 天使小号 安敦 Suriok 天使小号 安敦 Celatio 亚尔与他们所有的军队 这些圣洁的大天使会消灭所有淹没 在罪恶之海中 不服从上帝 充满骄傲的人和那些像魔鬼或野兽俯福的人 君王或与他们的人 谁是依托古蛇 龙 甲统治者的先知 将是瑞典 PT远 由圣天使 国王与他们的人民 依靠老蛇 龙和甲先知 将由圣天使 席卷而统治他们 四 他的目标是什么 尽管已经阐明了目标 但很显然 神已经监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信徒 并将他们牢记在心 他爱东正焦特瓦赫多 Torhido 极其坚定的人民 他们经受了艰辛的考验 他选择了他们 批准了他们 并对他们表示敬意 结果 他将整个世界都交给了 这个被鄙视的埃塞俄比亚 极光荣的埃塞俄比亚 东正焦特瓦赫多教堂 因此 这必须发生 这是他的目标 埃塞俄比亚的世界清政府统治世界 五 从骨壳中分离出小麦 以进行复活 骨壳会燃烧 将所有崇拜 崇拜和接受前蛇 龙 假先知的印记的人下地狱 六 紧急声明 埃塞俄比亚 我们国家 埃塞俄比亚将成为第一个被解放的国家 因此 要采取的行动是快速而迅速的 按照这一声明 现任埃塞俄比亚政府已被解散 以前的信件中提到的所有惩罚都将在上面兑现 七将以与埃塞俄比亚相同的方式清洗非洲 首先 必须确保非洲是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 中东也将被清洗 部分将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一部分 这项宣言将在全世界范围内颁布将在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生效 除非获得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认证文件 否则任何活动都将被禁止并立即受到惩罚 唯一的办法就是得到埃塞俄比亚世界清政府的确认 他将对埃塞俄比亚非洲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执行 在世界各地以及埃塞俄比亚 属于埃塞俄比亚世界清型政府的精神勤奋委员会和圣杯协会 根据先前理解的埃塞俄比亚启蒙政府的准则及其身份证提供精神服务 句号 八世界其他地区 英国 美国 整个欧洲 整个亚洲 整个非洲 整个拉丁美洲 整个澳大利亚和周边国家 他们将被大瘟疫和大火索扫除 一些所谓的超级大国将被彻底抹去 在地上流淌的神的愤怒会有什么结果 一在世界上所有国家 法老的百倍更多的死亡和埃及人民将 今天统治了整个人类 没有没有死亡的房子或地方 如果您的额头上有标记 并且已按照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指示 使用该标记 如果您已在我们这里注册 尽管我们没有注册 但如果他们是由上帝的圣灵注册的 谁已获得身份证服务 一般来说 没有人与死亡无关 除非他与我们同在 而从暴怒 从得开始流向世界各地 死亡将统治房屋 大门 外部 大地 森林 被杀者 山外 山洞 空中和天空 他将消灭地球上所有为破坏而努力的力量 死亡不容易被发现 他会折磨 压迫和祈求 除非人类怜悯 否则所有这一切都会发生 他不会伤害动物或植物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一个谦卑温顺的人将得救 三 任何人都不会被允许 除了谁是为怜悯的人移动 允许送礼者是正在 埃塞俄比亚世界清政府的统治者 只有一个与身份证或诚信他们的签名 可以自由移动 如何获得许可和大赦 投降 以及如何与埃塞俄比亚世界清行政府领导人联系的其他问题 可以找到和询问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勤奋的理事会 以及圣碑协会的成员 这是解决方案 因为他们是连接我们的桥梁 四 任何什么的家 不论您是否注册 我们认识的所有人 那些上帝隐瞒他们的人 您必须在门上悬挂 埃塞俄比亚国旗绿色 黄色 红色 在旗帜下 您写下盟约的光辉文字 您还将输入您的姓名和注册号 对于真正相信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的所有信息的未注册者 他们是真正的东正焦特瓦赫多儿童 他们悔改并保护自己免受世界污秽之害 因此 要做的就像凭信心注册一样 谁知道 上帝可以因您的信仰 诚意 温柔和服从而怜悯您 文字是 埃塞俄比亚世界是何赞美 三位一体荣耀的地方 埃塞俄比亚是圣母玛利亚的遗产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的统治者 五在上帝的惩罚的巨大流露 所有运输航空 船舶 汽车 动物运输将被停止在世界各地 如果移动 它将立即被擦除 所有工厂 服务提供商 医疗机构 私人 公共组织 办公室 国际机构 组织都被出租 那些灭亡的人将会灭亡 仅当消除整个世界的不动产时 才有可能移动和工作 只能使用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颁发的临时或永久许可进行操作 六将在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世界清政物 这里在埃塞俄比亚统治 在自己的小屋或以任何小房子周掌 进行其领导地位 决定 命令和裁决 宫殿不需要美丽的建筑 在上帝的眼中 你知道并证明你是尘土和灰烬 我们是救世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孩子 我们是穷人 被鄙视 憎恨和未受教育的人 但是 您将在我们面前获得判断 您将恶意或不乐意的履行职责 你只会被告知自己是什么 七正如我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 只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将能够在世界各地操作所有 任何人谁可以进出该国的行程 以满足我们或旅游为个人原因 航空公司飞行时 必须在其外部贴上可见的盟约标志 旗帜绿色 黄色 红色 盟约字样 不仅如此 它还必须包含我们签署的信 所有其他国家地区的航空公司 无法使用自己的旗帜和徽标进行操作飞行 他们即使在自己的国家也无法动弹 即使他们想获得服务 您也只能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获得服务 他们的航空公司可能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主持下运营 这将仅被允许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给的文字和符号 如果要盟约他们别人航空公司 以及如果其他的国家航空公司接受了它 只有当他们得到信任和允许时 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许可证颁发者只有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 八遍布世界各地 所有的空中 陆地 海洋和通讯都将停止 他们都不能以自己的方式行动 所有国际公司 行业和电子通讯都将关闭 正如我们一再声明的那样 未经我们的许可 任何人都不可能行动 他们互不帮助 死亡无处不在 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 死亡在亚当的所有后裔中处于统治地位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除非额头上有一个标记 额头上有印记的人 他们只能自己使用材料 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任何政府都移动 它不可能像政府一样 通常 并非所有人都能参加任何经济 社会或军事活动 在任何情况下 在国内还是国外 它是不可能再没有身份证或文件 其中有一个移动签名 中皇To Address 或他所代表的在他的人 只有靠上帝的旨意 亚当的所有后裔才能得救 如果是这样 他必须真诚地承认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之光 领导人是三位一体的奴隶 埃塞俄比亚东正交特 瓦赫多教堂是唯一的真正胜利的信仰 他必须真诚地悔改 他必须悔改并纠正自己 此外 他应该赞美三位一体和圣母玛利亚 因为他被上帝的恩惠所拯救 十五操作是允许的 当宣布在埃塞俄比亚和所有邻国实现 为了移动 需要埃塞俄比亚世界照明政府的文件 我们重复了很多次 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必须的 十一除非与埃塞俄比亚世界清政府的许可 火车 重型卡车 大型公共交通工具 任何机构 运输服务车辆 私人商用车辆 以及所有车辆 等世界各地的陆路运输 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进行操作 海上运输将无法充分运作 一旦移动 它将被删除 将消灭所有在海上和海上从事军事活动的人 十二所有卫星将被淘汰 在军事情报 间谍 侵略和其他破坏活动的空间作品 十三个Ghost国家认为有核武器 化学 中子和生物武器将在第一重破坏的目标 那些自称实力强大的国家是美国 英国 法国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巴基斯坦 朝鲜 伊朗和以色列 他们不会获得年龄 时间和休息 十四前提条件 如果任何国家准备要投降 当清扫动作开始就可以了 它应与它领导的人民进行协商 并根据本国的人民法律来决定 他们决定他必须准备一封文件 并通知勤勉的议会举手 然后 他将获得移动或操作的许可证 来到埃塞俄比亚 只有在临近的肯尼亚和吉布提才有可能先来 在那时 他必须等到下达命令 否则 他们将由埃塞俄比亚光知世界政府代表的一个代表团回答 当他根据给出的答案履行自己的义务时 将被告知下一步 这样 进行了过渡性政府活动 对于一个不愿意的国家和人民 他将被彻底抹去 该国谁愿意成为的任何公民投降 亲自或让判决将不得不去到他的国家 代表我们所存在的埃塞俄比亚大使馆 并编写应用程序并排队等候 如果使馆对他们的待遇不佳 他可以申请并排队等候 在其本国拥有埃塞俄比亚或外国公民身份的勤奋委员会中做出决定 也可以通过以组织和社区的代表身份来完成 赞美亚伯拉罕三位一体的名字 赞美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埃塞俄比亚世界之光政府于2013年12月21日 在埃塞俄比亚日历或2020年12月30日 在欧洲日历中宣布 2013年2月21日 在埃塞俄比亚日历中 或2021年2月28日 在欧洲日历中之后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 只有三位一体知道时 彻底的行动破坏才会开始 这只能通过三位一体的奴隶的 祈祷和祈祷或埃塞俄比亚世界清政府的主要服务人员来阻止 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根据三位一体给予我们的权利 埃塞俄比亚世界清行政府于2013年12月21日 在埃塞俄比亚日历中宣布 或在2020年12月30日 在欧洲日历中宣布 三位一体的第一批奴隶和仆人 一、名字 G-E-B-R-E-M-A-T-H-E-N 签名、指纹 二、名称S-E-Y-F-E-S-E-L-A-S 签名、指纹 三、名字 F-E-R-E-S-E-N-B-A 签名、指纹 他对我说 不要封印这本书的预言 因为时间到了 不公正的人 让他不公正的静止 肮脏的人 让他仍然肮脏 公义的人 让他变得公正 而圣洁的人 让他仍然圣洁 而且 我很快就来了 我的报应与我同在 要按每个人的工作应尽所能 我是Alpha和Omega 是开始和结束 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遵行诫命的人 有福了 他们有权拥有生命之术 并可以通过城门进入城市 因为没有狗 巫师 行凶者 杀人犯 偶像崇拜者 无论爱与骗谁 耶稣已差派我的天使 在教会里 向你们做这件事 我是大卫的根河后代 又是明亮的陈星 圣灵和新娘说 来吧 让听见的人说 来吧 让那渴望的人来 不管谁愿意 让他自由地夺取生命之水 启示录的约翰章 22点10分至17 最后 这是我对亚当 所有子孙的警告和建议 如您在上面看到的 您的最终判断是 要完成您的工作 无论您是谁 您都无法逃脱死亡 如果您有点了解 我只能说这些 听我说 您不能像灌常那样欺骗任何人 即使是驱动您的恶魔 也不会逃脱 因此 我个人建议您将从中受益 当您将自己置于上帝的手中 谦卑自己 悔改并告诉他拯救您 向他保证 你只会听他的真理 服从他 成为他的真诚仆人 为有福的圣母 玛利亚和光荣的天使 天使 恳切地向上帝祈祷 以求怜悯 他的愤怒和炽热的熔炉 在您面前 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我的人 希望您能像我们一样穿越 我们 上帝的仆人 圣母玛利亚的仆人和东正教爱国者 今天仍然祝您一切顺利 如果您很聪明 请利用这段短时间将消息分发到全世界 异教徒 新教徒 天主教徒 受高者 安典 种族主义者 你没有怜悯之心 我再次向您保证 您绝不会宽容 希望穆斯林在此消息发表之前悔改 很少有人使用它 但是同时 我向您保证 在2013年2月21日埃塞俄比亚立法之后 或2021年2月28日欧洲立法之后 那些仍然相信自己的错误故事的穆斯林 将完全像一教徒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 他们的命运也将归穆斯林所有 愿上帝赐予所有诚实 温柔和善良的人谅解 阿们 亚伯拉罕 以撒和雅各的神的名字 是应当称颂的 阿们 圣母玛利亚的名字是有福的 阿们